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货币可以影响政府 搅动经济 提供无法控制的全球走私交易 美国互联网创业者和博客作者Jason Calacones和他的Launch团队对Bitcoin进行了调研 以下是调查结果 2.Bitcoin在Google趋势中的走势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 Launch团队得出一下结论 1.Bitcoin的技术非常靠谱 2.Bitcoin无法停止 除非终端用户提出起诉 3.Bitcoin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开源项目 4.Bitcoin可能是自互联网以来最危险的科技项目 5.Bitcoin是科技自由主义者的一次政治声明 6.Bitcoins将改变世界 除非政府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制止他们 Bitcoin是什么? Bitcoin是一种以文件形式存在的虚拟货币 存储在你的电脑上 使用者可以通过三种方法交换货币 1.通过在bitcoin.org直接下载的P2P软件 2.通过clearcoin等待管服务3.通过Bitcoin货币交易中心 每用户可以把该货币转给他人 方法是在上次交易和下一位所有者的公开密钥上进行哈希 Hash签名把相关信息添加在货币的尾部 接收方可以通过验证签名来验证所有权 这种货币的好处 A.不会被冻结 B.无法跟踪 C.不用纳税 D.交易成本极低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视频介绍 HTTP冒号-JC.IS-JLCT10 Bitcoin的来历 Bitcoin通过复杂算法生成 到2140年之前总额只能达到2100万 你的桌面Bitcoin软件也可以制作Bitcoin 但以目前需要投入的电量和时间计算 制作成本高于其面值 笔记本需要5年时间才能制作一枚 目前交易价格为6.70美元 Bitcoins的发明者 一个名叫Stoshi Nakamoto的人首先在Bitcoin 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中提到了Bitcoin 此人已经离开该项目 目前该项目技术主管是Gavin Anderson 如何买卖Bitcoin 目前PayPal和信用卡公司都宣布销售Bitcoin非法 理由很简单 PayPal服务条款禁止货币交易 CoinPal已经冻结了Bitcoin的交易 这种货币越来越难以搞到 以至于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用它交换其他服务 比如有人表示他为别人编程 收到的报酬是Bitcoin 现实生活中的Bitcoin 明年你就能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 看到人们用现金和赌币来购买和销售Bitcoin了 地下毒品和Bitcoin 上个月人们曾热议一个叫做Seal Grove Market的 毒品交易市场里面有各种毒品 另外既然Bitcoin无法跟踪 所以你买东西不用担心被抓 预测 Launch相信政府在未来12-18个月内封杀Bitcoin 此外Bitcoin将会升值 很多人会使蜂拥而至 开始使用Bitcoin 目前共有600万Bitcoin 每个价值6.70美元 总计4000万美元 囤积行为会导致Bitcoin进一步升值 会出现大量和Bitcoin相关的不测 比如你的笔记本崩溃了 而你没有备份你的Bitcoin 或者你的笔记本背到了 或者存有Bitcoin的优盘不见了 那么你只能说破财免灾了 99Designs Elanes和Odesk等网站开始接受Bitcoin支付 如果他们不接受 就会面临来自其他人的竞争 底线 整个世界都将被Bitcoin颠覆 除非政府介入通过起诉的形式 对其进行封杀 这事会越来越有意思 走着瞧吧 各位 My launch 转载请注明 文章来自36克 Bitcoin 让钱变得更虚拟 2022年3月28日 比特币布道者1187次浏览 作者 Kathy 时间 2011年5月17日 来源 腾讯科技 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 有数十家公司都曾企图创建一种 新的用于网上交易的电子货币 但他们都基本上都失败了 Bitcoin会不会成为一切例外的例外呢 北京时间5月17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 有数十家公司 比如Cyber Cash和Digi Cash 也有像Beans和Flows这种 有着奇怪名字的 更小的初创公司 都曾企图创建一种 新的用于网上交易的电子货币 但他们都基本上都失败了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一个精英小组 推出一种名为Bitcoin的点对点 Peer-to-Peer 货币 虽然Bitcoin的一些支持者 对于这种开源的 新型电子货币的未来 表示乐观 但Bitcoin可能正在打一场 尖普卓绝的仗 它有可能是非法的 Bitcoin项目是由程序员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在2009年创建的 但他在过去几个月中 获得了一些人气 部分原因在于加大了宣传 此外也得益于PayPal 切断了网维机解密 Mitileaks汇款的渠道 因为这让人们对公司 阻碍资金转移的能力变得警惕 Bitcoin的特点之一 在于它是非集中的 因此理论上 不会受到检查或限制 它不需要使用银行 或像PayPal这样的 付款处理系统 巧合的是 PayPal也将Bitcoin拒之门外 Bitcoin也不是唯一一家 瞄准电子货币的公司 海盗湾 The Pirate Bay 联合创始人彼得 桑德 Peter Sandy 创办了Fletcher服务 试图为网上内容 建立一种Tip Jar 装小费的罐子式的支付系统 该公司最近推出了 Twitter集成支付服务 完全独立的虚拟货币制度 但Bitcoin比Fletcher 或其他小额支付 和电子货币系统 更加雄心勃勃 其他公司是在创建 能够最终转化为 真正的钱的虚拟积分系统 或可以用积分来购买商品 就像飞行常客积分 Frequent Flyer Points 和其他种货币 比如Canadian Time Money 而Bitcoin的创始人 是要建立一个 完全独立的虚拟货币制度 换句话说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 决定使用Bitcoin 理论上他就可以取代 现有货币系统 当然这很困难 为什么会有人使用 没有真正价值的虚拟货币呢 的确有一些程序员 已经在开始接受Bitcoin 但这不能说明 它就是一个稳健的金融平台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像人们在一个 以货以货的系统 经济学家所说的 地下经济中的一个部分中 交换商品或服务 支持者们 其中包括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宣扬说Bitcoin的优势 是不受政府干预 不会被任何人冻结 也不会遭受人为贬值 Bitcoin的价值 当然从某种方面来说 钱的内在价值 是由中央银行系统和政府 通过一系列联邦担保 利率设定等方式决定的 曾有实物黄金支持 但从20世纪70年代 开始就不再如此了 Bitcoin的价值是有什么支持的 这就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地方 一个Bitcoin币的价值 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由于系统上的设置 Bitcoin币的总数目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不能以印刷钞票的方式 来制造更多Bitcoin币 Bitcoin币实际上 是用电脑处理大型数学问题 名为Bitcoin mining的常规功能 制造出来的 所以它的总供应量是受控的 永远也不会超过2100万个 最大的问题 但是 即使说服了人们接受 或使用Bitcoin这种货币 它面临的最大问题 可能是法律上的 如果美国政府决定 把Bitcoin作为一种私人货币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受到 各种严格的监管 比如用税收制度来控制它 或让它按照一定的汇率 与美国货币进行兑换 或是干脆完全取缔它 Bitcoin的基本原理 2019年12月26日 比特币步道者1035次浏览 作者 云峰 发布时间 2011年5月18日 网络来源 HTTPS冒号 -block.codingout.com-2011-05-bitcoin.html 昨天读到了Bitcoin的中文介绍 觉得非常有意思 不过上面这篇文章 解释得非常不靠谱 我花了一晚上去Bitcoin的官方网站 仔细研究了一下 总算理解了其原理 感觉非常有启发 尤其是对虚拟货币的流通和发行 有许多借鉴意义 今天写这篇blog了一下 什么是货币呢 只要用的人都认可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交易 货币有一定的保值特性 我把我的劳动服务 所有的商品换成货币后 银行担保我在日后的某一天 我还可以用它交换 会差不多等值的东西 这个保证的前提是 银行不会烂发新的货币 以及大家都信任这一点 以前我们用贵金属做货币 因为贵金属产量不高 货币新增加的速度有限 而经济体在不断增大 市场需要更多的货币 来让商品尽量的流通 有需求就有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贵金属本身制造别的东西 具备的价值是次要的 经济体需要货币来流通商品 这个需求才是主要的 而贵金属产量有限 且曾经流通着的贵金属货币 由于各种原因会退出市场 那么即使是新造的贵金属货币 也有同样甚至更高的价值 Bitcoin为什么保值 BTC Bitcoin的货币简称 存在于一个庞大的P2P网络中 使用Bitcoin的群体 公认了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在现金的条件下 每小时只会新产生 大约6组新的BTC 目前一组是50个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每个小时大约只会产生300个BTC 这个产量还会有网络 自动调整难度来限制产量 你没办法通过修改 所有人的Client的算法及参数 Client是开源的来加快货币产量 伪造的货币会对网络丢弃 除非你可以控制大部分网络节点 BTC本身有什么价值 BTC的价值就是交易渠道本身 一组新制造出来的BTC 提供了把旧的BTC BTC从一个账户 转移到另一个账户的数学保证 这个安全保证背后的代价 是大量的计算力 生产这么一个安全通道 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 所以整个BTC用户群体 奖励那个造币者目前是50BTC 简单说 我的理解就是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BTC背后 都是用运行计算机的能量 产生出来的 它们的总价值 到现在一共有大约12W组 BTC被生产出来 每组50个 市场价格大约7.3美金一个 应该是少于消耗掉的能源的 总市场价值的 不过我想 用于生产BTC的能源 大多原本就是不用 也被浪费掉的资源 一个没有中心节点的银行 是怎么让大家信任 并工作起来的呢 答案是 这个P2P网络上每个节点 都记录了BTC诞生以来的 每笔交易的详单 并从中可以推测出 每个BTC唯一的属于谁 这样你接受一笔交易时 就能知道 别人给你的钱 是不是合法的 从最基本的说起 每个账户 其实就是一对公私持 有私持的人 就是账户的主人 如果A要给B赚一笔钱 A就把钱的数量 加上B的公持 用自己的钥匙签名 而B看到这个签名 就可以了解 的确是A转给了他如数的BTC 那么这笔交易 需要一个见证人 担保交易发生过 这样以后 B想用这笔钱的时候 才是合法的 担保人就是整个 使用BTC的网络 A在发起这笔交易的时候 必须把签过名的交易单 尽量地广播到P2P网络上 最终会让每个节点 都知道这件事 B从P2P网络上 不断地收到别人的确认信息 当他收到足够多的 确认信息后 就认为A的确发出了 这条交易单 这以后 B就可以自由使用这笔钱了 当B使用A转给他的钱给C时 也会广播给足够多 最终所有人都收到的人 让他们担保 每个担保人只有确信 B有足够多的钱 可以支付的时候才做确认 本质上 BTC网络并没有记录 每一块钱属于谁 它记录的是 从诞生起到当前的每一笔交易 并推算出每个账户里 有多少钱 任何人试图确认一个交易单时 他需要确认的是 转出账号上有没有那么多钱 BTC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避免一笔钱被花两次 整个账单序列是一环套一环的 每个人在完整的全局账单上 签上新的一笔的时候 都需要利用前面信息生成后面的 这个账单序列被称为Chain of Blocks 每个Block里面包含有若单条 经过确认并hash签名 难以伪造的交易记录 每个Block都和全局表上的 上一个Block有关联 每条账单都会通过P2P网络 最终被转发给制造新Block的节点上 这个制造新Block的过程 被叫做Mining 制造新Block就是把最近收到的账单 打包在刚制造的Block里 这个打包的过程及制作的过程 只有极其稀少的几率被制造成功 你可以理解成把新收到的账单合在一起 一次成型不可修改 如果制造失败就要再来一次 一旦制造成功 你就把新的Block 被认为是对老的全局Block练的延续 广播出去 因为是P2P网络 可能有许多人都在同时制造新的Block 但有一个排序机制保证只有最优最难 花费最大计算时间的那个新Block 被网络群体接受 挂在全局的Block练上 重复一次 整个BTC网络只有一个全局账单表 每个节点都完整地保存有一份 这个全局账单表会越来越大 Block练越来越长 在最新的部分 必然有许多分岔 这是因为P2P网络的Mining过程 是分开并行进行的 每条新账单也不能立刻广播给所有的节点 每个Mining的节点都有责任把他新收到的 在他认可的老的全局账单上不存在的账单 和在他准备制造的新Block中 一旦新Block被制造出来 就立刻广播出去 争取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主要是得到那些想Mining的人的认可 这些人会在这个Block的基础上制造新的Block 如果P2P网络过大 交易账单不能尽量地迅速地广播到全网络 就会出来P2P的网络的 局部保持有小群体共同认可的一份全局账单 多个全局账单的分支 同时发展是有可能的 因为每个小群体都可能认为 他们看见的那部分更长更有效 但是只有有人发现另一条分支更长 他就会转换阵营 所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你的账单被一个小群体接受 但在一段时间后被更大的阵营抛弃 不过算法参数决定了 新的Block产生速度很慢 如果你的账单被多达六个人确认 基本上就保证了他合并到的那份全局账单 就是P2P网络全体认可的 既然生成新Block费时费力 制造出新Block的几率好像买彩票中大奖 还有那么多人去执行程序计算出新Block呢 答案是 每个制造出新Block的人 都有权利购造一条账单声明老天 给了我50BTC 这个规则是被所有BTC用户共同承认的 把制造Block等同于成挖金矿 Mining只是一个形象上的比喻 实际上 没有人可以把金字挖出来囤积 每个新Block必须包含全局表上的 上一个Block的hash值 BTC网络自我调节难度 让每10分钟大约产生一个新Block 如果你10分钟内没制造出新的Block 差不多就是说你前面10分钟干的活白干了 从最新版的Block继续演算 所以更恰当的比喻是买彩票 一个每10分钟开一次的彩票 你不停地花钱买 10分钟内开中了就是你的 开不中先买的都做费 然后下一轮 数学上怎样保证Mining的过程 需要消耗大量的CPU时间 并只有很小的几率成功 这里用到一个叫做HashTash的系统 它最早是为了改善email spam的问题 被发明出来的 就是给一段特定信息 比如这封email是从谁发给谁 加一个特定的hash头 这个hash头需要大量的CPU时间计算出来 发spam的人没有那么多 CPU时间为群发的每一封email 计算一个符合要求的hash头 所以认为有这个合法hash头的email 不太可能是spam 花了CPU时间在上面 这个算法就是 为你想保护的信息 找到一串数字 附加上去后 使用某种公认的hash算法 比如shat2 算出一个hash值 如果hash只有一长串零打头 具体多少的决定了难度 那么就成功了 为一段信息 找到这串数字 在目前来说 除了暴力尝试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也就是随机更换数字 换一次就hash一次比对 在一个可以预期的尝试次数后 一般都能找到想找的数字 每个想mining赚BTC的人 不停地从BTC网络上监听信息 如果有人发布了新的合法的block 他就合并到本地的全局表里 并重置自己的计算过程 从新得到的block开始 如果有新发布的交易单 也记录下来 不断地把最新的block的hash值 新收到的交易单 自己获得50BTC的那条奖励单盒 并在一起 计算筛256 看看结果是否满足条件 一旦满足 就把这个新的block广播出去 当足够的人认可他 以他为基础计算后面的block 他也就获得了那50BTC 为了匹配BTC的经济规模 所有的Bitcoin client都被设置成 每21万个block 生产新block的人被认可凭空 获得的BTC数量比之前的少一半 如果这个时候他还在包内 写上自己获得50BTC 其他人不会确认他的这个block 这会让BTC的总量增速变缓 新的block产生的速度 是由难度来调节的 BTC的收益减少 愿意贡献自己的CPU 来mining的节点也会变少 如果减少太多 只需要减少难度即可 最终 P2P网络不再凭空制造出新的BTC 这个时候制造新的block的动力是什么呢 那就是交易税 因为没有什么人愿意生产新的block 发起交易就变得困难 没有block可以容纳交易单 希望交易被确认的人可以声明 如果有人制造出新的block 接纳他的交易单 他会支付一小笔交易税给他 当许多人都这么做的时候 制造block又变得有利可图了 只不过 直接上不再有新的BTC诞生 只是在这些BTC用户之间流通 总有一些BTC会消失 主要是那些账号的私持丢失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转移走账户上的钱 不能流通的货币就不是货币了 但最终 BTC总体会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 准确说是2100万个 但BTC本身是可以切割的 比如你可以支付给别人0.01个BTC 所以BTC本身会升值 总数也一直够用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用 可以捐赠一点BTC给我玩玩 账号是ECBPTAPKF3 EQ8E85NNR35YBWPPSQHM8CR 这里有人免费派BTC 每个Gmail账号给0.02BTC BTCP2P虚拟货币原理详解 2022年1月13日 比特币布道者735次浏览 作者 云峰 编辑 PastWave 时间 2011年5月18日 来源 HTTPS冒号-3w.36k2.com -Bitcoin-P2P-DETAILS- 前天36克报道了BitcoinP2P货币 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项目一文 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Bitcoin 比特币 是一种开源的P2P虚拟货币 无法跟踪 老不可破 有人用它贩卖毒品 有人用它支持自己喜欢的内容 还有人用它来玩扑克 这种货币可以影响政府 搅动经济 提供无法控制的全球走私交易 该文的目的是抛砖引玉 结果砖没有白抛 引来了玉 云峰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 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详细解释了Bitcoin的工作原理 下面就把这篇文章拿出和大家共享 并欢迎大家抛出自己的装货欲 以下为证文 昨天读到了Bitcoin的中文介绍 觉得非常有意思 不过上面这篇文章解释的非常不靠谱 我花了一晚上去Bitcoin的官方网站 仔细研究了一下 总算理解了其原理 感觉非常有启发 尤其是对虚拟货币的流通和发行 有许多借鉴意义 今天写这篇blog了一下 什么是货币呢 货币就是商品 包括服务交换的媒介 现在我们通行的货币 是有信誉的银行发行的 基本上是由其信誉来担保的 只要用的人都认可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交易 货币有一定的保值特性 我把我的劳动服务 所有的商品换成货币后 银行担保我在日后的某一天 我还可以用它交换 会差不多等值的东西 这个保证的前提是 银行不会乱发新的货币 以及大家都信任这一点 虚拟货币Bitcoin之害 为罪犯提供支付便利 2022年4月3日 比特币步道者306次浏览 时间 2011年5月20日 来源 HTTPS冒号-finance.cna.cn-asstock-hlwgs-2011-05-20-tech-ccmvn-77450-6.d.html 岛屿 美国网站Slate周五发表分析文章称 Bitcoin 比特币是一种点对点 Peer-to-peer虚拟货币 可以被用于贩卖毒品等犯罪活动 因为无法追踪 冻结 因此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以下是文章全文 Bitcoin是一种P2P货币 这就意味着它不像美元等货币 由中央银行发布 Bitcoin随着网络的发展供应量不断加大 其总量将达到2100万 你可以在线购买到Bitcoin 但是它不以任何物理形式存在 只是由一个特殊的 匿名P2P网络拥有 并进行电子交易 没有银行等第三方媒介监视电子交易 网络本身通过执行一个特别的 安全程序保证用户不会重复消费 对于犯罪分子 自由主义者和隐私怪癖者来说 Bitcoin给他们提供几个便利条件 Bitcoin系统完全匿名 可以保证用户的隐私 一旦交易完成 政府也不能通过中央服务器查看交易信息 也不会有美国银行 PayPal或Visa提示用户需要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2009年 一个名为Satoshi Nakamoto的程序员 开发出了Bitcoin系统 该系统也因为部分财经公司拒绝用户 发送资金支持维基解密而流行 目前一些用户已经开始使用 它进行一些非法的金融活动 比如贩卖毒品 Bitcoin也吸引了不少经济学家 和反美联储爱好者的研究 Bitcoin目前的价值在7美元 4月份时它的价值还是2美元 去年10月是89美分 目前全球有620万枚Bitcoin货币 总价值4900万美元 Bitcoin通过复杂算法生成 总数量将达到2100万 Bitcoin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原因 就是在于它很酷 它不需要第三方媒介 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用于日常应用 并引起了博客圈 媒体 甚至是知名经济学者的关注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和零售商 将加入到这种货币的使用上 它的面值也将进一步增加 其他网络 即便是Bitcoin网站崩溃 该货币依旧可以照常使用 不过政府可能会封杀掉这个货币市场 而且如果这种系统不能真正具备 匿名和安全性 黑客就可以入侵并大肆破坏 制造更多Bitcoin货币让其贬值 或者恐吓参与者从而回收这些货币 在Bitcoin货币恐慌背景下 将没有联邦存款公司保障每一个账户 也没有美联储稳定货币价值 甚至还有人担心 一旦Bitcoin货币投入广泛应用 它还可以推翻政府 毁掉经济 最直接的危险就是Bitcoin可以为犯罪分子 在线扑克爱好者 讨税者 毒品交易人员提供便利 小明 相关文章 虚拟货币终究是黄粱一梦 庞视频 从Bitcoin和Wan看国家货币的消失 2022年4月5日 比特币步道者544次浏览 作者 Stan Stalmaker 编译 PastWave 原文 TechCrunch 配图 Euromad 时间 2011年5月2日 来源 https冒号-3w.36kr.com-p-163810681345 自从36克报道了匿名货币Bitcoin以来 科技圈对电子货币的讨论越来越多 那么电子货币会对普通货币产生哪些影响呢 它本身有什么优势呢 分布式的电子货币会取代封闭的国家货币吗 电子货币实际上是一种网络账本 用来衡量并记录网络节点之间发生的财务交易 自从36克报道了匿名货币Bitcoin以来 科技圈对电子货币的讨论越来越多 那么电子货币会对普通货币产生哪些影响呢 它本身有什么优势呢 分布式的电子货币会取代封闭的国家货币吗 电子货币实际上是一种网络账本 用来衡量并记录网络节点之间发生的财务交易 第一批电子货币Binz Flows等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以失败告终 五年前 虚拟货币经济在网游中蓬勃发展 比如第二人生里面的灵灯币 魔兽世界金币 Entropia以及腾讯QQB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现在网络货币正在走出虚拟游戏世界 走进全球经济 其中的先锋包括Fletcher Bitcoin Ripple Van 以及社区交易系统Lets 这些电子货币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性 Van Fletcher MX Rewards是封闭的 Bitcoin Ripple是开放的 这一点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管理难度 2009年Stoshi Nakamoto的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P2P货币 一种类似BT种子的货币 匿名 发行和传播都是分布式的 没有网络中心 600年以来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网络中心 一种真正的P2P货币需要创新的框架 但Bitcoin的开源特点令其在过去18个月中发展迅速 随着Bitcoin越来越流行 其价值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普通货币之外的另一种货币 因为这种货币不受人的控制 而是受算法控制 即便Bitcoin和Ripple不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也会为更多的分布式货币 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货币铺平道路 开放市场 开放货币 开放混乱 以及一场价值集合的大爆发 最终的影响力可能来自Facebook Google或其他大型社交网络 他们的用户群更大 2007年7月4日 Hobculture发布了第一款One 一种新兴货币应用 这是一个飞水岭 它让人迷惑不解 因为One没有价值 也没有汇率 它只是存在 只能随意发送好友 或在好友之间交易 就好比是你捡起一块鹅卵石 然后给它赋予人意面值 每个人都笑了 这家公司很快意识到 如果一种货币想要引起关注 必须要通过其他东西来衡量 货币需要一种指定的价值 来被人理解 需要一种语言 2008年 这家公司给One制定了一种价值语言 使One等于1USD 然后卖给会员 可Paviliens接收One的零售点使用 当时One的巨大进步 在于它是一种全球性数字货币 任何人之间都可以交易 交易成本很低 后来 电子货币正在改变钱的用途 增加全球社会制定和交易价值的方式 这些经济体很小 但增长很快 又把20万Bitcoin几乎相当于5000万美元 目前流通的WAN有500万 GDP约合50多万美元 年增速为10倍 WAN存在于一个更加封闭的规则中 但即便是开源的Bitcoin 也无法摆脱价值困扰 如果想交易 必须制定一种价值 如果能指定价值 就可以和其他有指定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 互联网已经支持各种价值的交换 并在帮助人们衡量和交换这些价值 从理论和逻辑角度看 互联网及其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 都将被赋予一种价值 一旦拥有了价值之后 实际上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钱 货币本身将消失 这样的事情已经在Facebook Like 和Google's加一按钮上展露头角 基于注意力和喜爱性的微价值 有朝一日会发生改变 一单位Facebook Credit值多少Likes 一单位WAN价值多少Credit Olive Garden里面的一碗烤宽面 调值几个WAN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互联网上这种 附加在所有物品上的嵌入价值体系 会让互联网上的交易无处不在 国家货币的概念将变得不仅陈旧 而且用种 货币的价值充其量也就是一个Like 一个香蕉 或一种名声 这些东西都将通过一种通用的数学语言 和国家货币对话 最终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及时等价交换 这种事情什么时候到来很难判断 但这是互联网第二个发展阶段 唯一必然的结果 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通信的P2P化 已经如火如荼 并且这种变革发生的速度 将超出所有人预期 因为它只需要简单的数字价值 无需复杂通信 随着大部分人都通过互联网 连接在一起 迅速大规模接受新理念 新体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尤其是当它可以带来一场 价值创造的根本性巨变时 更是如此 我们正在教互联网学习数学 而方式就是随意的链接 货币和所有其他物品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 这将对人、人际关系 乃至实体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是一个极待思考的问题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 创造并衡量价值的巨变 这种变革在过去600多年中 不曾有过 600多年前出现了 第一批系统的国家化货币 它将深刻影响价值的中心控制 和分布式控制 以及衡量价值传统原型 今天它是一个雪球 但明天它将成为一场雪崩 尽管拭目以待 到最后 不会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全球货币 或单一的储备货币 其结果就是货币的终结 和单一价值 singular value的出现 单一货币的崛起 意味着更加有效的资本市场 和GDP扩张的巨大潜力 它意味着一种固定资产价值 和更加有效的知识货币化的混合 这种趋势在不断扩张 这种组合将导致一种硬资产 几乎肯定会受制于紧俏资源的压力 这两种资产 及其相对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 将会带来深远影响 把货币供给控制权 交给互联网会有什么后果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这个结果吗 答案就是系统性冻结 正在崩溃的比例 政府不得随意选择货币的价值 不得随意放宽缩紧货币供给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开始学习这种新型通用语言的人 降领先一步 建立在税收和中央货币 管理基础上的国家态面呢 有朝一日互联网本身 会控制我们的国家吗 它会成为一个仁慈的极权吗 这些非常值得思考 李笑来 此物一出天下反 话说Bitcoin 2018年10月16日 比特币不道者3802次浏览 作者 李笑来 发布时间 2011年5月23日 网络来源 HPP帽号-alexiola.com-index.php-archives-1089.html 据说 Bitcoin的创始人Stoshi Nakamoto 是做时间机器 回来专门写这个程序的 用大白话简单的讲 Bitcoin就是一种电子货币 只不过 这种崭新的电子货币 不受任何政府 任何银行的控制 它的出现 令人想象无限 起码可以预见的是 将来会在传统之外 存在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金融市场 已经有人惊呼Bitcoin 是史上最危险的开源项目 英文原版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Bitcoin真的有价值吗 其实 一种货币是否有价值 只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使用它买卖 而实际上 政府用黄金担保其实并不可靠 政府总是可以偷偷加印货币 政府是可以担保 但谁来监督政府呢 谁又有能力真的监督呢 有史为鉴 而现实生活中 已经有大量的人 愿意收取Bitcoin作为报酬 又由于已经有很多人 愿意用传统货币购买Bitcoin 这跟你用人民币买美原本质上 没什么区别 所以Bitcoin已经有相应的汇率存在 也早已有人提供买卖Bitcoin的服务 那如何获得Bitcoin呢 最简单的渠道是直接购买Bitcoin 另外一种渠道是参与Mining中 亦只能将就为挖矿 在Bitcoin系统中 每个交易、支付、收入的信息 限期计算能力 整个P2P系统将使用Bitcoin 回报这些贡献计算能力的用户 数年可能是几个世纪 甚至几百年之后 系统已经完成原定计划 2100万个Bitcoin的生成之后 将使用交易费来替代 发放Bitcoin作为回报 目前系统已经生成 2100万个Bitcoin的三分之一左右 读到这里 你很可能依然一头雾水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 已经浮现在你的脑海之中 如何挖矿 最简单的方法是下载 并安装Bitcoin的客户端 官方下载页面 现在有Windows版 Mac版和Linux版 以下是Mac版生成硬币 Generating Coins的菜单截图 Windows Linux版的官方Client 长得都一样 然后就是耐心等待了 由于交易量越来越大 生成一个Coin所需的计算量 也就越来越大 因为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的 并且要经过多个P2P 节点确认之后才能生效 技术细节一句话两句话 也说不明白 所以生成一个硬币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长 据说在Bitcoin系统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生成硬币比现在要容易多了 显然将来要比现在更难 在那个时期用CPU的计算能力就够了 但是现在却不同 用CPU中央计算处理器的计算能力 挖矿已经太低效了 基本上很难挖到 而用GPU独立显卡计算处理器 才能挖到矿 详细技术细节参见这里 目前的情况是 GPU挖矿能力强于CPU AMD的显卡挖矿能力 优于大约3-5倍NVIDIA的挖矿能力 已经有很多人专门为挖矿 而组装计算机 如果你也想当财迷 可以参照这个页面 购买自己中意的显卡 如果还嫌不够高效 可以加入挖矿队 大家一起挖 最终按照贡献分调 这个叫PullMining 中文只能将就一下 挖矿池 另外一个办法是站长们 可以在自己的网页里 加入一段JavaScript 并访问页面的读者 贡献一部分计算能力 为自己挖点矿 到BP8注册的账号 然后按要求完成注册 注册信里会告诉你 如何同时再注册一个MiningPull 即可获得相应的JavaScript脚本 由于生成Bitcoin很难 所以作为新手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网站 HTTPS 斜杠斜杠 FreeBitcoins Apps.com 它会向每个注册用户 免费发放0.02个Bitcoin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免费发放的量会越来越少 抓紧吧 我的账户 18D5KHL4ZT3ST8X345 85FU193EXCP9V 你现在就只有这0.02个 免费获得的Bitcoin 尝试着Mining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计算机显卡 都太差了于是暂时放弃 昨天听说推上的一个人 已经有4个Bitcoins了 与大伙公认他是大户 结果 今天又有人承认自己 有100多个Bitcoins 而后来又有人挖出数据 说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个账户 拥有25万个Bitcoins 将来有空写点什么有 用的输 可以考虑用Bitcoin定价 Bitcoin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实际的买卖之外 它最大的意义 就是削弱了政府和银行的作用 Bitcoin的发明者 及其使用者本质上来看 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货币阴谋论主义者 金本位反对者 这就是为什么此物一出天下反 从理论上来讲 禁止使用Bitcoin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Nexter可以被破关闭 但是没有办法让全世界的人 都不用电力之类的P2P软件 一样 这个发明与史上任何一个重要发明一样 一旦出现 就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新东西出现的时候 人们往往更关注 它可能的害处 就好像转基因食品反对者 或者克隆技术反对者 所关注的那样 由于它的不可控制性 人们正在讨论恐怖分子 可能会用Bitcoin买卖和武器 因为Bitcoin交易无法跟踪 事实上 Bitcoin的好处可能更多 起码一条就是 没有人为因素增加货币量 关于Bitcoin若干问题我的看法 2019年12月26日 比特币步道者1128次浏览 作者 Virushow 发布时间 2011年5月23日 网络来源 http冒号-blog.dvp.net-virus-ho-o-2011-05-23-bitcoin.htmbel https冒号-blog.ca-post-bitcoin- 最近关于Bitcoin突然在中文圈子火了起来 似乎是引爆点到了 半年前我也下载过 但是没弄明白怎么用 说回头看看VP 放在一边就给忘了 现在想来回不当初 当时如果下手估计也能弄到几百个吧 这个项目非常有趣 或者说非常酷 而且前所未有 我对Bitcoin的态度是强烈支持 并且希望它成功 我愿意接受Bitcoin付款 购买我的软件什么的 云峰的文章是目前对Bitcoin原理说的最清楚的 不过四处还有不少疑问 我把常见疑问汇总起来 按照我的理解做个回答 算补仪 本人计算机还行 数学一般 经济学不懂 所以也有可能有错 大家可以继续拍砖 以信用从哪保证 人们最常考虑信用问题 比如说现在货币是政府担保 Bitcoin谁来担保 在有纸币之前 人们只是在自然界寻找那些不容易获得的资源 作为等价物 比如贝壳 后来才使用贵金属 再后来纸币和贵金属挂钩 最后脱钩 最后这几步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现在大家以为纸币是有信用担保的 某种意义上说没错 各国央行提供了这种担保 但另一个角度看来 这种信用担保完全套不住 现在的通货膨胀和紧缩 经济好或者不好 都和央行如何发行货币相关 或者更确切地说 和美联储有关 谁来担保他们不去乱发货币 人们对纸币的贬值表示担心 会买入大量的贵金属以期望保值 说明人们也并不信任目前的货币体系 换到Bitcoin这 机器和算法保证了Bitcoin无法被任意超发 如果要更改算法 就要P2P网络上的大部分节点都换成新的算法 否则就毫无意义 换言之 Bitcoin的信用是靠使用Bitcoin的人本身来保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Bitcoin比央行信用的靠得住 你永远也不知道各国央行背后干了什么 即将干什么 但是你能明确地看到Bitcoin的代码 知道算法和一切细节 哪个更有信用 2Bitcoin是否能和经济总量匹配 不匹配是否能造成通胀 经济总量是用纸币比如美元衡量的 这种衡量方法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经济总量 或者说经济总量这个词 对于Bitcoin体系来说毫无意义 其实应该把这个问题换一下 就是BTC是否够用 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 目前BTC显示的是小数点后两位 其实内部存储了小数点后八位 也就是2100万星号18 这个数字已经大的吓人了 这背后的意思是说 BTC可以看作无限可分的 如果存量稀少 人们就会采用更小的单位 比如0.0001BTC能买到一瓶可乐 如果存量过多 人们会采用更大的单位 比如10BTC能买一瓶可乐 其实黄金也可以这么用 只不过黄金并不是真正的无限可分 不好携带也不好转移 事实上没办法真的这样使用 因为没有滥发货币的央行 所以也就没有快速恶性的通胀了 BTC的产生速度稳定 人们就可以在较长时间内 使用一种合理的单位 来给商品和服务定价 这种价格是相对稳定的 3.Bitcoin是否容易损失或者背道 这个问题在HTTPS冒号 斜杠杠安点Bitcoin.IP-VP-Securian 下滑线右耳下滑线 Wallet中有详细说明 概括一下 其实你只需要保证自己的Wallet Debt文件存在 你的钱就不会损失 因为Bitcoin系统中 你拥有的货币数量是根据交易单计算出来的 而交易单存在在整个P2P网络中 就算你的计算机坏了 只要你保存了WalletDebt 就能够重新取得交易单 你的钱也就并不会少 至于背道 如果你的WalletDebt被别人拿走了 那确实会背道 这个文件事实上是私要 所以应该保护好这个文件 刚才哪个链接中提供了各系统中 安全保管此文件的办法 保证一个文件安全的方式有很多 也可以考虑干脆使用TrueCrip加密 这个足够安全了 加密之后的文件可以存到邮箱 或者其他云存储系统中 也就不担心损坏了 你还可以建立多个WalletDebt 每个里面存一点钱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样就算丢失一个损失也不大 现实中一样有丢钱包 信用卡被盗刷 网银被盗等等问题 会导致财产损失 Bitcoin反而现实安全很多 现实中你几乎没办法 去增强自己网银的安全级别 但Bitcoin的Wallet倒是有很多办法 4.Bitcoin的发行是胡乱发的吗? 很多人说美联储虽然增加货币供应 但并不是满大街 随便找的幸运的家伙就赛一笔钱 而是去发行国债或者变成银行贷款 但Bitcoin是在计算的过程中碰上的 好像是随便发的 这里存在一个误解 Bitcoin的Mining过程 并不是在工作计算寻找随机数 而是在做交易单处理 这种处理保证了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这就是Mining的人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耗费运算资源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 并且有一定机会获得回报 这也是劳动获得的回报 就像最早挖金矿的人 他们获得金子并不是凭空获得的 也是付出劳动之后的回报 5.Bitcoin体系安全性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Bitcoin依赖公司要存在 对于足够大的公司要体系 目前还没有破解或破坏的办法 要伪造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穷举 这在时间和计算资源上都非常不划算 比如说100年时间伪造出来一对公司要 假如公司要体系真的在数学上被找到了漏洞 可以大量伪造 那时候倒霉的可不光是Bitcoin 整个社会都要崩溃 目前人类社会太多的地方 依赖这种加密体系了 包括银行 所以说Bitcoin在安全性上仍然超过 至少不低于目前的银行系统 6.人们为什么会接受Bitcoin? 人们接受Bitcoin只是因为他们喜欢 比如我就喜欢 所以我愿意接受 一种等价物 只在于愿意承认它的人有多少 就算是货币 比如说美元是世界通用的货币 但是你在中国 到楼下的便利店中用美元现金买一瓶饮料 能成功吗? 同理 人民币目前有巨大的升值期望 但你拿人民币现金到美国超市购物 能成功吗? 所以说任何等价物 包括货币 都是在有限范围内被认可的 目前在Big Hacker中 BTC正在逐渐被认可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Bitcoin论坛上有各种BTC为基础的生意 看起来还不错 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BTC PS 我昨天晚上在论坛上做了的小生意 赚了EBTC 为这个生意劳动耗时大约20分钟 如果用我的MBP挖到EBTC 大约需要5天 所以说 让系统尽快正常流通起来 大家就都有钱用了 7.Bitcoin为什么不可追踪 Bitcoin的收款地址是可以随便创建的 Wallet也可以随便创建 而且Bitcoin软件本身 就会在你每次收款之后 生成一个新的address 下次你就应该使用新的 旧的当然也可以用 这就让追踪前的转移变得非常困难 虽然 一切都公布在P2P网络中 对应到具体的人更是困难 至少比现有金融系统困难的多得多 8.Bitcoin要耗费大量运算资源 是不是太不批判了 你知道 现在为了维持货币存在 人类需要浪费多少资源吗 虽然Bitcoin耗费能源 可总没有那些机构耗费的多 我发了条推说 或者说可以把BTC当做一个大游戏 其实Wall金币也有一定虚拟货币的特征 但没有担保方法 没法控制滥发货币 也没法保证一直存在 BLZ一脑抽把业务停了 所有的金币都没了 Bitcoin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AdSoul Hacker回答 Wall金币一度是很硬的通货 和人民币有相当稳定的汇率 但是后来玩家找到了增发的手段 于是通胀贬值 而且随着Wall的越来越休闲 和快仓化增发和通胀不断加速 最后 很多问题的提出 根本上都是不理解Bitcoin的运作方法 还是推荐好好读运封这篇Bitcoin的基本原理 Update 留言中有价值补充的我贴在这里 其实那新产出的部分 应该是对当时P2P网络上 所有计算节点的套牢 并不等价最终获得奖励的那个人付出的 其实最终是谁获得 还真就是人为目的地 尽可能随机分散分布 来保证Bitcoin的整个体系 而体系认为 就算把这个时段集体的劳动结果 壮大运四地分给某个个人 最终也会进入流通 而造福所有的使用者 只是一点补充 怕其他人误解 第二点是关于Wall的那段补充 Wall金币的贬值 导真不是玩家发现了 很强大的增发手段 当然的确有 但是那个对兑换价值的影响 没有那么巨大 并且缓慢 真正成倍数贬值的还是 BLZ自己的版本升级 调整了任务和掉落的金币产出 所以从数字上来说 产生了金币的贬值 这点上还是印证了央行的不靠谱 但就算是这种情况下 受概率影响的集品装备 只要概率不调整 在一定的时期内价值还是稳定的 虽然你需要用更多的Wall金币去购买 但你购买更多金币所需的实体货币 而NB数量没有太大变化 改变的只有汇率 但是真实的购买力没有变化 Posted by GossipSmart May 23 2011下午4点半 原本还想写一篇关于BTC的私密性的blog的 不过突然这个这么热 又不想赶热点了 BTC的Wiki上关于Animity的业很有意思 居然拿Life in China做假设 而且提到了百度 MyBitcoin是个有趣的服务 可以用来解决许多私密性的问题 让一切BTC化 2022年1月13日 比特币步道者651次浏览 作者 万峰 时间 2011年5月23日3点16分 来源 http冒号-block.tawan.com-with-bitcoin-all-over-of-world.htmbio- 在去年9月 我写了一篇文章 阐述了对咨询这件事的看法与处理方式 距今将近8个月 也该升级一下支付方式了 恰逢BTC神奇出世 正好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 看过BTC的中文介绍之后 这玩意儿是干嘛使得想必你也清楚了 言归正传 以后凡是我卖的任何东西 比特币高烧 挖矿曲 挖矿曲 2019年12月27日 比特币步道者1035次浏览 作者 王沛 发布时间 2011年6月10日 网络来源 http冒号-wongpay.blog.caixin.com-archives-20992 看天下专栏 岛屿天生不受监管和控制的虚拟货币BTC 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项目 它的蔓延与流行 催生出一个新的行当Bitcoin矿工 夜幕下的张江高科向电影黑客帝国的场景 灯火迷离 人头晃动 一只黑猫在室外桌下窜来窜去 骤然急停 目光与我相撞 顿绝电光火时 并我不敢直视 喜喜晚风中 我和Viral Show已经对座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 Bitcoin 比特币 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幽灵 一个无政府的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 Bitcoin是一个P2P开源项目 它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发明 买卖双方之间都离不开银行 更不存在一种东西叫网络货币 我们在网上交易 无论是用PayPal还是支付宝 都不可能绕过第三方中间机构 而不被追踪到 但这一切可能都将终结 历史也许会翻开新的一页 因为Bitcoin来了 Bitcoin是一种基于点对点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由计算机按照公开的算法分布运算产生 汇款通道不受中央控制 货币转账是由网络节点进行集体管理 交易各方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Syalline在博客中说 用大白话简单地讲 Bitcoin就是一种电子货币 只不过 这种崭新的电子货币不受任何政府 任何银行的控制 尽管迄今为止全部公开资料显示 这种货币的发明者 是一个貌似是日本人的程序员中本聪 Stoshi Nakamoto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是一个真身份 Varusha推测 真正的发明者很可能是俄罗斯人 这不仅因为俄罗斯盛产精通数学 计算机和经济学的天才 而Bitcoin的精妙算法 显然离不开这三种能力的综合 而且因为目前网络上 讨论Bitcoin最活跃的一种是俄语 黑帮 只有黑帮才需要这样一种虚拟货币 Varusha眼里显出黑猫一样的光亮 也只有黑帮才能用暴力推行这种货币 在他的描述下 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与传统警匪片 截然不同的画面 在一个废弃的码头 羊火黑帮相遇 一方拿出一个提箱 另一方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方开箱 用笔手沾着白粉品尝 另一方打开电脑 连上Bitcoin客户端 填入一串收款地址和金额 然后点击发送 当然 Bitcoin不仅是黑帮可以用 广大善良无辜的群总也可以用 目前 可以用它来购买服务器空间 也可以用来购买别人的服务 例如雇佣程序员来写一段代码 这么好的东西 我怎么才能得到呢 最原始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挖矿 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在电脑下载一个客户端 利用CPU或者显卡 GPU的能力 来参与到Bitcoin网络的计算中 并获得一定的报酬 不是所有的电脑都适合挖矿 你需要升级硬件 其中主要是显卡 Virusho用1500元购买了一块二手的 ATI5870显卡 这款显卡经测评挖矿效率很高 它还更换了机箱与电源 由于温度太高 噪音太大 它用半导体制冷片做了一个机箱内的空调 这样一台DIY的挖矿机 功率全开 每天可以挖到0.6个Bitcoin 按照波动激烈的市场价格 大约相当于18美元 也就是说 如果行情不跌的话 至多两个月就可以收回在显卡上的投资 Cieler的挖矿经历证实了这种说法 它说 我现在两个显卡6970 一天大约一个多一点点 大约三个月可以回收显卡的成本 事实上 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 显卡变得越来越贵 挖矿变得越来越难 计算机算法保证了Bitcoin的稀缺性 在未来100年之内 全系统的Bitcoin总数 不会超过2100万个 而现在国外 已经有24台机器48张 显卡组成的计算阵列横空出世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个人挖矿连电费都可能赚不回来 不过Varusha对此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 不要指望通过挖矿发财 Bitcoin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胆的试验 我们不应当错过这个好玩的游戏 那么 什么是比特币Bitcoin Bitcoin是一次计算机即刻的试验 也是一次报复的机会 是一次费电的豪赌 但他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老鼠舱 一次超级投机 荷兰玉金香 英国北海石油 大陆君子兰的网络版 乌合之众的狂欢 小市民的破产诱饵 世界经济的定时炸弹 人类理性的破坏剂 也是智商和财商的试金石 挖矿去 走 一起挖矿去 李笑来 为什么我看好Bitcoin 写在手的黑色星期五之后 2018年10月17日 比特币步道者2148次浏览 作者 李笑来 发布时间 2011年6月11日 网络来源 新浪博客 昨天星期五 Bitcoin经过一轮的暴涨之后 突然掉头暴跌 一天跌掉30% MTGOX 关注者们惊呼 黑色星期五来了 其实这是好事 这只说明Bitcoin是个正常的东西 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没方向的 每个方向其实都充满了必然的意外 10年前 2001年程序员Bramcoham发 不基于P2P的Bitternt协议的时候 绝对没办法想象这东西 会在金融领域用这种方式应用吧 事实上 在那之前 他身边没有人能想象 当时才26岁的Bramcoham 是得有能力突然改变互联网的一个人 可现在 互联网半数以上的流量 是基于BitTorrent的 BitTorrent协议出现的10年之后 一个伟大的应用产生了 Bitcoin 但将要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互联网 而是地球上最大的市场 金融市场 一没有政府和银行担保 怎么可能有信用 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 其实是最没有保障的 与表面看起来的相反 国家和银行都是最没有信用的机构 只不过是因为不得不 于是 将其称为必要之恶 necessary evil 我个人一直认为 技术罪的伟大意义 就在于让人类逐步摆脱 那些曾经无法摆脱的必要之恶 尽管问题的解决 往往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 P2P的好处在于 任何一个人尽管可以欺骗一台机器 但无法欺骗整个网络 所以 P2P的机制就是最好的保障 起码 是比国家也好银行 也罢更为可靠的保障 2 没有黄金支撑 Bitcoin哪来的价值 支撑货币价值的 其实从来都不是黄金 实际上应该是经济规模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岛国 你有无数的黄金 可是居民只有你自己 没有任何其他人 给你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 然后你根据你的黄金价值 印出来的货币有用吗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不用任何专业知识 只需要用正常大脑想象一下 就可以得出的结论 可这样简单的道理 既然不被很多学究接受 很好玩的是 达到学究的方法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等他们死光注意 接受BTC支付 一些人认同Bitcoin 于是用其他货币兑换BTC 可预见的是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Bitcoin 那么它的经济规模 只能不断增长 只要它的经济规模 不断增长 我就没有理由不看好它 3.是不是有很大的政策风险 当然有 然而 我个人却认为那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法律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禁止人们拥有一个计算机文件吧 Nedster网站可以被关掉 但十年过去了 BitTorrent协议被禁止了吗 不仅没有人有办法禁止 而且使用BitTorrent协议的人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使用 比如迅雷 那大部分用户只能越来越多 人类的贪婪会毁了Bitcoin 2022年1月13日 比特币步道者553次浏览 作者 BewBewPian 时间 2011年6月20日11点10分 来源 http冒号-block.c那点 cn-dpo-block-s-block 下滑线62dcfcef0100seg3.html 中国时间6月20日凌晨 Bitcoin在交易平台MPgox上 被大单交易从17美元打至1美分 然后又回到13美元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价格振幅达到3000倍 后查明是一个黑客 盗取了一个拥有大量Bitcoin的账号 然后用1美分的价格做账户间 对到交易所致 详细的过程可见 atwompay atwompay 推特的网站文章 http冒号-batt-batt.net -2011-06-20-50-minutes-net-rot-world- 随后在推特上有人震惊 有人惋惜没有赚到这3000倍 有人恐慌BTC的价格不稳定 有人庆幸BTC的价格硬挺 而我在失眠之时 写下了一些一直想说的话 现在整理一下 扩写一点放在这里 D卡玛 你可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盼的Bitcoin吗 我一直想问 我们当年欢呼却越为之兴奋的Bitcoin理由 可还记得吗 现在大家喜欢Bitcoin的理由 可还是它技术算法上的创新独特 可还是它算法而保障的交易公正 可还是它的不依托 现实世界金融体系不被追踪 可还是它无政府主义者的喝彩 也许现在的人在问起你 为什么喜欢Bitcoin 很大一部分答案会是 因为可以赚钱啊 因为可以换美元 因为升职好快 贪婪 人类的贪婪经常掩盖掉 很多原本美好的因素 经常毁掉一些美丽的花朵 很早就说过Bitcoin的机制本身 不存在什么庞氏骗局之类的东西 但自从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 囤积交易出现 以及和现实货币相关的各种价格配对 既买既卖 挂单交易的出现 就会让其变成有赌博性质 和交易陷阱风险的东西 这和证券交易一样 在美国时和同学介绍 Bitcoin时候曾经提过一个想法 想根据目前的交易记录来追踪 BTC在交易后 被再次交易和再次交易的比率 来参考判定现在的 BTC是用在正常交易规模大 还是囤积投机规模大 当时也提到说 长线是看好Bitcoin的发展和价值的 但在这种投机环境下 所谓和现实货币的价格 会经历几次暴跌后才会趋于稳定 记得说的那天晚上 就是BTC从30跌到EX的日子 BTC本身机制的特性优点 因为这种挂钩而被抹去 Bitcoin的价值理论上 应该是主要由交易需求 BTC购买服务而决定 而不应主要依靠和 现实货币的兑换来决定 把BTC当成一个投机标的物 反映了人性贪婪的那部分 技术从来都是中性的 唯恶的是人类自己 毁灭美好事物的往往都是人类 在我看来 除了挖矿和真实需求交易 其他的对BTC的投机 买进卖出行为 都是在玷污BIT心中 曾经美好的东西 而人性的贪婪快乐 又一定程度帮忙掩盖了这种罪恶感 一开始BIT们 笑话搞金融的人不懂 而当搞金融的发现 BTC拥有这么高的公信度后 大把好的和坏的金融手法 就会进入 被信任的标的物本来就是 现实金融衍生品的基础 而这里面有的是 各种肮脏和邪恶的手法了 在这点上不要怀疑那些人的智商 这种以投机的心态炒作 BTC的结果 最终会毁了我们心中 曾经美好的BITC 到时候我们的感觉 就像当年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 一样的懊悔 套投机交易称起来 而不是以实际需求交易称起来的 BTC在硬通程度上 会还不如挖金币 因为出口有限 挖金币虽然产出机制 不如BTC那样完美 但起码在游戏中 有固定的消耗量 这保证了挖金币 最后还有消费需求 本身BTC如果能够发展到健康状态 是有一个类似 Amazon这样的网站支持BTC 可用BTC进行交易 但现在这么早 因为投机的介入 而让BTC的价格那么不稳定 没有哪家网站还会这么做 即便经济学人已经报到了BTC 大量的投机行为 会让BTC的信用度 在其自身建立起强壮的 硬通交易之前 就毁得一塌糊涂 成为一坨 为什么不把这种R&P Real Money Trade 保持在私下之间的谈价 可以找出各种便利性 和技术性的好处来说yes 但说NO的原因 只有贪婪一条而已 再下去很快就可以 空买空卖BTC了 很快就可以做期货交易了 当有了交易平台 和随之产生的价格之后 Bitcoin的价格 就可以被人为操纵而牟利 不信吗 这个案例中 黑客如果只是 要把到来的BTC转账户的话 并不一定需要这么做 这种账户之间低价格互到交易 往往还有个目的 就是利用手里的筹码敲低 交易系统中的成交价格 引起连锁抛货 而准备更多资金低息 这前提是他拥有足够的筹码 所以他倒来了一个账户 做这个事情 这在证券交易中 几乎是最基本手法了 索性交易回滚补救了部分 但已经足够让人警醒 现在BTC的交易规模 还是很容易让人有新操纵价格的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参与投机的人 其实都只是在玩一场赌博游戏 而当这场游戏破灭的时候 就是拖累着BTC的生育 一起粉碎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再次强调 我说不好的只是那些 把BTC和现实货币 那么强烈挂钩的方法 而不是BTC本身 BTC本身的算法和机制是靠谱的 不靠谱的是那些 因为贪婪而产生的交易方法和价格 结束的时候 再次问下最初 你们喜欢BTC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说 其实最初大家兴奋的 就是又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天真的只有我而已 结束的时候 再次祈祷下BTC能够顺利健康发展 如果你们一定要玩赌博游戏的话 也祈祷你们玩得开心 呵呵 我为什么依然相信BTC 2019年12月27日 比特币步道者673次浏览 作者 王沛 发布时间 2011年6月24日 网络来源 http冒号 2011年6月20日 一个像偷袭珍珠港一样臭名昭著的日子 BTC最大的交易网站 MT GeoBax 受到黑客破解和攻击 将这种虚拟货币 对美元的汇率 从18美元达到了0.01美元 随后 MT GeoBax承认 他的用户数据库被道 大量用户名 密码和邮箱暴露在网络上 接下来 情况急转直下 1 MT GeoBax 被黑客攻陷之后 宣布停止运营 尽管MG不安全 不等于BTC本身不安全 但BTC最大的交易市场关闭了 也就是说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货币交换的主要通道毒死了 BTC没有了参考价 其他小的交易市场价格也就缺少了风向标 投羊已死 羊群四散 这就是比特币面临的主要困境 2 挖矿难度空前增加 这是致命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挖矿大军 挖矿的难度系数空前增加 以全球最大的Debit.net矿场为例 从6月4到6月20日 挖矿难度已经从607,153 增加到849607 更可怕的是 6月25日 这一难度已经增加到1379223 3 产能下降 挖矿有入不敷出的趋势 随着挖矿难度的增加 挖矿效率几何集数降低 笔者在6月4日 安装一台矿机 显卡是6990x2 运算能力是1400MHS 这台机器运行之后 初期每天产量是3BTC 随后下降到2.6BTC 6月25日起 这一数字下降到了0.89BTC 产能至少下错了70% 令人气节 4 比特币热度开始消散 跟5月底6月初 人们趋之弱物相比 现在讨论BTC的人明显减少 比特币的声誉也一落千丈 对于BTC这个游戏来说 依赖于用户的信心 如果信心下跌 那么它的价值也就下降 目睹了以上种种不利局面 BTC还有希望吗 我的回答是 有 计算机专家会从比特币算法 安全性等方面来论述这种 虚拟货币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是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 BTC是人类社会 产生的一种反规训手段 规训这一词 来自福科的规训与惩罚 福科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后 敏锐地发现 人类社会的管理 从公开严厉的惩罚 慢慢向更加精巧细致的方向发展 以前是游街示众 公开处决 用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形式 恐吓市民们胜服 后来社会闻名了 不再把血淋淋的刑罚当众展示 而是换了一种升级版的管理方式 通过校规 制度 打卡 监控等手段 让人们心里慢慢形成规矩 这好比 一所监狱 以前用高枪铁丝网围住 后来科技进步了 换成了一种杀伤力极大的电磁墙 墙看上去并不存在 但只要穿过去就立铺 问题在于 这面电磁墙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通电的 对于犯人们来说 有形的高枪固然可怕 但是能人们还是可以越狱 但无形的墙 几乎是不能穿越的 尽管它不一定通电 但穿过的代价可能就是死亡 用这样的办法 这面墙就输在人们心里 惩罚变成了规训 英国哲学家边沁 1785年设计了一种新型监狱 Panopticon 一般翻译成全景观察屋 这种监狱 思维全是一个个透明的囚室 在中间设置一个观察屋 屋里的看守可以看见每个囚室内的情况 囚室里却看不到看守 也不知道看守是否在盯着自己 边沁相信 依靠这样的设计 就可以用很少的看守来看管很多犯人 因为犯人吃不准看守 是不是在盯着自己 他的行为就会自我约束 不要以为这是哲学家的空想 边沁一辈子推销自己这套设计方案 由于议会反对 才没有实施 不过他的理想在200年以后实现了 阿根平就建了这样一所监狱 福克深受全景观察屋的启发 他进一步发现 边沁所设想的治理结构 在人类社会已经普遍实施 学校 军队 工厂 公司 凡是有人的地方 都可以用这种精巧的办法来控制 不是惩罚 而是对于惩罚的恐惧 约束了人们的行为 不是外部监控 而是内在的审查 让人们俯首贴耳 边沁和福克精准地预言了 现代监控社会的产生 如今借助电子手段 个体已经无处藏身 摄像头 银行 电话线 光纤 电波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网 监控无处不在 又让人感觉不 出来 除非你成为重点关注的目标 你照常可以出门 会客 开车 乘机 转账 通话 博客 微博 但一旦监控者认为必要 这张大网就可以瞬间收紧 在失去自由之前 你是自由的 在被剥夺权利之前 你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里 信息和资金的流动 比人和物的流动还要重要 一旦信息和金融处于监控之下 社会将真的变成铁板一块 近在眼前的例子是 全球范围内 监控的大网都在收紧 当阿桑奇的Wikileak 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时候 美国政府立即给PayPal施压 终止了Wikileak的账号 从而切断了同情者 给Wikileak捐款的渠道 每一种控制力量 都会产生它的反作用力 Bitcoin就是反抗社会监控的产物 Bitcoin的诞生 使得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的 密集监控成为可能 Bitcoin基于P2P协议 不用通过第三方 资金的流动匿名且不受监控 这为西方世界的社会变革 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目前Wikileak已经开始 接收Bitcoin捐赠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Bitcoin的应用 当然不局限于捐款赞助 它还将更多的用于劳务交换 想象一下 当人们用BTC购买 孕育新思想的书籍 购买服务器 雇佣美工设计网站 招募程序员开发 IOS应用的时候 Bitcoin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而目前不过是 动雷精损的时刻 要坚定信心 要耐心等待 彩虹 只显现给那些 在暴风雨中没有丧失心智 没有沉沉睡去的人 比特币 危险的虚拟货币 2022年3月28日 比特币步道者3157次浏览 时间 2011年7月4日 来源 HTTPS冒号 提起专供网上交易用的 虚拟电子货币 国内网友们首先想到的是QB 但QB只能买些腾讯的服务 局限性太强 而最近国外 开始兴起一种新的虚拟货币 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生产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不受任何国家 银行 金融机构管理 这就是比特币 Bitcoin 一种被誉为此物 一出天下反的数字货币 淘宝一个卖家表示 开店半个多月 销量已经接近50万元人民币 这种全新的虚拟货币 Bitcoin.org 然后注册各种合作网站 把注册来的用户名 和密码填入计算程序中 再点击运算就正式开始 完成Bitcoin客户端安装后 你可以直接获得一个Bitcoin地址 当别人需要给你付钱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地址贴给别人 就能通过同样的客户端进行付款 在安装好比特币客户端后 它将会给你分配一个私有密钥 和一个公开密钥 你需要备份 你包含私有密钥的钱包数据 才能保证财产不丢失 如果你不幸完全格式化硬盘 那你的比特币将会完全丢失 怎么消费比特币 时至今日 许多面向科技玩家的网站 已经开始接受比特币交易 包括MGOX之类的网站 以及淘宝某些商店 甚至能接受比特币兑换美元 欧元等服务 毫无疑问 比特币已经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 而非腾讯QB那样的虚拟货币 什么是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网络虚拟货币 跟腾讯公司的QB类似 你可以使用比特币 购买一些虚拟的物品 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 帽子 装备等 只要有人接受 你也可以使用比特币 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 跟QB不同的是 比特币的发行 流通和管理权品等地 属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一台 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 然后通过运行一个自由的 开放原代码的软件 都可以参与其中 链接 比特币容易引发犯罪 比特币的好处 不会被冻结 无法跟踪 不用纳税 交易成本极低 于是有人用它网购 有人用它支持 自己喜欢的内容 还有人用它来玩扑克 在过去一年内 比特币对美元的币值 已经上涨了约一千倍 一些淘宝商店 也开始支持比特币 兑换实体货币 支付等业务 难免引发犯罪分子 对比特币的兴趣 瑞典组织存比特币保值 在最近一个月里 虚拟货币 Bitcoin的价值 先翻了四倍 又狂跌了一半 据说瑞典海盗 版权改革组织的创办人 将自己所有的存款 都兑换成比特币 被抨击 这是一种网络洗钱活动 几乎所有投资比特币的人 都不确定 它到底能保值或维持多久 剩下的人 则是希望能把它全卖 给更蠢的人 虽然很怀疑 Bitcoin是否有一个长久的未来 但仍期待有类似 Bitcoin的虚拟货币 能够最终得到稳定的发展 比特币的第一个偷窃者 2011年6月 一个黑客用鼠标轻轻一点 25000的网络信用货币 就赚进了他自己的户头 这可相当于50万美金 整个交易是无法被追踪的 虽然网络信用货币的拥有者 在网上公布了这起失窃 但是没用 钱确确实实地消失了 这个黑客也成了 比特币的第一个偷窃者 这起盗窃给其他的 比特币的拥有者造成了恐慌 但随后几天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对于这种网上交易的 突然袭击 涉及的金额超过40万比特币 价值约900万美金 5.500万英镑 然后是对于比特币的大批量抛售 使其价值每个币 对17美元跌入到1美分 比特币会通货膨胀吗 人人都能制造比特币 比特币难道不会像我们普通货币那样 乱发后出现通货膨胀 在比特币生成算法中 已经在数学上限制比特币 在未来100多年内 最大货币存量为2100万个 如果你用笔记本电脑计算比特币 很可能连续运行一年都无功而返 根据现在的运算速度 预计到2030年就2000万个比特币 随后由于计算比特币的运算难度实在太大 因此比特币将缓慢逼近极限 比特币 史上最危险的货币 2022年3月31日 比特币步道者329次浏览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金平 时间 2011年7月7日 来源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三w.infcm.com 一个神秘的创始人 一群狂热的志愿者 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没有中央发行机构的网络货币 比特币 有人胜赞它是货币的未来 也有人担心这是一场庞氏骗局 还有人认为它将毁于政府的围剿 一个神秘的创始人 一群狂热的志愿者 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没有中央发行机构的网络货币 比特币 有人胜赞它是货币的未来 也有人担心这是一场庞氏骗局 还有人认为它将毁于政府的围剿 刚刚过去的六月 因一起网络盗窃事件及黑客攻击 比特币Bitcoin的价值大跌 这一诞生于2009年的虚拟货币 曾在网络世界轰动一时 2011年6月13日 一名叫做Alene Wayne的用户 在比特币论坛发帖称 自己2.5万个比特币遭窃 他说 我现在真想自杀 若按照当时的成交价格 其损失约为50万美元 6月20日 比特币最大交易网站 MPGOX受到黑客攻击 比特币对美元的价格 从18美元击落至0.01美元 其注册用户信息被泄漏 比特币出现于2009年初 一开始在极客圈中流通 2011年4月开始 它的关注度和价格开始抬升 比特币最大交易网站 MPGOX最近宣布他们有6万用户 比特币项目组的艾米尔 塔吉 Amir Topi 估计全球使用比特币的不到10万人 目前已经有不少网站 接受比特币支付 比特币项目组 完全由一群兼职的志愿者组成 没有报酬 这个组织主要是以软件开发为主 即给比特币的开源软件写代码 做升级 围绕它的争议也随即开始 有人盛赞它是货币的未来 也有人担心这是一场庞氏骗局 还有人认为它将毁于政府的围剿 美国互联网创业者和博客作者詹森 卡兰卡尼斯 Jason Calakonis及其团队 在2011年5月中旬发表了一份 比特币调研报告 称其为史上最危险的货币 危险在于 这种货币可以影响政府 在P2P基金会PR Foundation网站上发帖 称自己开发出了一个叫做比特币的 开源P2P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 它完全去中心化 没有中央服务器或者托管方 所有一切都是基于参与者 中本聪在这条帖子中写道 传统货币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任 央行必须让人信任 他不会让货币贬值 但是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银行本应该帮我们保管钱财 并以电子化形式流通 但是他们放贷出去 让财富在一轮轮的信用泡沫中浮沉 在比特币的官方网站上 有一篇中本聪的论文详细讲述了 比特币的技术原理 简而言之 比特币基于一套密码编码 通过复杂算法产生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并运行 比特币软件而参与制造比特币 比特币利用电子签名的方式来实现流通 通过P2P网络来核查重复消费 到2140年之前 比特币的总量为2100万个 如果有需要 每个比特币还可以切割为18次方分 所以不会出现因总量 不够通货紧缩的情况 和传统货币最大的不同是 比特币没有一个中央发行机构 而更吸引人的方面在于 人们只需要打开电脑 运行比特币软件 就可以参与比特币的制造 这种方式被称为挖矿 比特币基于加密算法的生成办法 一方面取代了央行 另一方面解决了信任问题 中本聪认为 自1990年代以来 电子货币如Beans Flows等尝试的失败 也是其中央控制的本质所造成的 比特币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尝试去中心化 不再给予对中央发行机构 信任的货币系统 这个特征受到最多的追捧 被誉为是货币的未来 但比特币项目的媒体关系 负责人斯特芬·托马斯·斯特芬·托马斯 对南方中墨记者表示 他并不认为比特币很快 将取代美元欧元等主权货币 有意思的是 2010年末 创始人中本聪完全退出了这一项目 除了比特币项目之外 在整个互联网上 几乎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的任何痕迹 比特币的官方网站 Bitcoin.org这个域名 注册于2008年8月18日 域名和服务器都托管在 芬兰赫尔辛基的一家小型主机托管商 LofiNet处 第一个使用比特币的是一个 使用密码邮件的人 身份无从查证 有人怀疑他是一个团队的化名 如果中本聪在P2P Foundation上 留下的信息是真的 那么他是名男性 今年39岁 来自日本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见过中本聪 或者说 即使有人见过 他也会对此保持沉默 比特币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 艾米尔 塔吉·Amir Totti 对南方中末记者表示 中本聪本人就是比特币 去中心化本质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他逐渐淡出这个项目 以创造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体系 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比特币可以做什么 真正让比特币声明确起的 是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的秘密购物网站 这个秘密网站创建于2011年2月 是一个类似于eBay 或者淘宝的B2B电子商务网站 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药物 当然也包括毒品 要去往丝绸之路十分复杂 靠URL是行不通的 游览器并不能直接把你带到那 必须经过一系列技术配置 你才能通过一个 叫做托尔的匿名网络工具到达 丝绸之路的管理者们 崇尚阿哥拉主义 Agerism的说法 认为国家是暴力 压迫 盗窃和所有形式的胁迫的主要源头 鼓励大家不要再用你的税收 来给国家提供资金 直接去黑市 信用卡 被保或者其他网上支付方式 基本都是通过实名认证 可追踪或屏蔽的 他们都被排除在 丝绸之路的支付之外 这里唯一受欢迎的是比特币 因为它是匿名支付 追踪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丝绸之路很好地展现了 比特币的应用场景之一 也带来了外界对比特币的 不好印象 与毒品沾边之后 更是让人产生了政府 可能围剿比特币的担忧 当然 用于现实生活中 毒品交易的支付工具 现金同样也是匿名的 人们怪罪的是贩毒行为 而不是支付工具本身 比特币核心团队成员之一杰夫 家记科 Jeff Garzik 事后解释说 比特币并非丝绸之路用户 所想的那样是匿名的 因为所有比特币的交易 都在公开日志中存有记录 在法律强制实施时 可以使用高端网络 分析技术追踪交易流量 从而找到比特币个人用户 而且 比特币在网络上的用途 已经越来越广泛 并不仅仅局限于 丝绸之路网站 比特币项目的另一名 核心成员尼尔斯·施耐德 Niels Schneider 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他用比特币来支付 大部分在线购买物品 如程序员工资 服务器租赁 预名费等 同时还会兑换成货币 用来支付食品等等 作为新生事物 比特币尚未纳入 任何法律规范范畴 不少人对此很高兴 但是 针对那些围绕比特币的议论 我们必须要掌握主动权 以确认比特币被证实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 而不是坐等比特币 被写进法律法规 这样我们将掌握更多主动权 比特币项目 开发者之一艾米尔 塔吉说 艾米尔 塔吉的另一个身份 是比特币顾问团 3w.bitconconsultancy.com的联合创始人 比特币顾问团的主要工作内容 就是与各地的律师 规则制定者 商人们沟通围绕比特币的经济 法律 政策环境等问题 回报率26万的投资品 2011年6月3日 Smart Money的一篇报道说 过去一年里涨幅最大的货币 是澳元兑美元 涨幅为27% 而比特币兑美元 从一年前的0.5美分 到6月3日的10.5美元 涨幅是20万 如果以7月5日的13美元计 这个涨幅会去到26万 就像互联网 让数十亿人接触到无线信息一样 比特币让人们得以进入全球市场 作为电子货币 除了交换商品之外 比特币也建立了一套 与主权货币兑换的机制 以实现更好流通 再加上比特币的算法中 规定了单位时间里 所能产生的比特币的固定数量 大约10分钟生产一个block 2009年每生产一个block 奖励50个比特币 每隔4年减半 通过挖矿获得比特币 将随着时间推移 加入人数的增加而难度不断增大 通过主权货币购买比特币 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各种交易平台也就顺势而生 早期的比特币项目参与者 如埃米尔·塔吉 就搭建了Britcoin.co UK平台 从事英镑和比特币兑换 来自爱尔兰的詹姆斯 麦卡西·James McCarthy 搭建了一个比特币现货 全球交易平台 Global Bitcoin Stock Exchange 下售5个小公司 除了比特币兑换 他还尝试着提供租 借 投资等服务 詹姆斯两年前来到中国 在江西一所高校任教 他从2010年10月开始 听说了比特币 参与比特币项目的人之中 除了极客 还有一些来自金融行业 约翰·马特尼斯·詹姆特尼斯 曾是Visa的首席外汇交易员 现在成为了比特币的倡导者 6月 比特币的几次大涨大跌 都伴随着大手比买卖的加入 好在目前比特币盘子太小 而对金融业人士吸引力有限 目前还不足以让他们加入并投资 否则比特币交易额起伏会更大 2011年5月以来 比特币也吸引了更多中国人的参与 挖矿兑换成货币 是目前最主要的参与形式 南方周末记者加入的几个比特币群中 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配置电脑挖矿 何时能够回本 值得注意的是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市场 如果没有可供比特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 随着挖矿难度的上调 人们失去对比特币的兴趣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台传真机 那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世界上的传真机越多 对于拥有传真机的人来说 其价值越大 同样的道理 但也在提醒比特币项目组 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 比特币的发展将面临致命瓶颈 什么东西一年可以升值3000倍 2019年2月8日 比特币步道者825次浏览 作者 端红斌 发布时间 2011年7月11日 网络来源 新浪微博 最近一年来什么东西升值最快 白银 古董 还是稀图 这些虽然升得很快 但比起本文要谈的东西还差远了 一种叫做比特币 Bitcoin的东西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 升值了数千倍 据说在2010年的时候 有人开价50美元出售1万个比特币 每个币的价值不到一个美分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的公开交易价格 高达15美元 足足升值了3000多倍 那么比特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 一位名叫钟本聪 Stoshi Nakamoto的程序员 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描述了一种 基于互联网的全新货币形式 这种货币脱离了中央银行 甚至都不需要银行系统参与 只要你的电脑接入了互联网 那你就可以自由地将货币 转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他将这种货币命名为比特币 Bitcoin 缩写BTC 有趣的是 神秘人物钟本聪可能只是一个代号 因为没有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关于他的信息就只是那篇文章 从石头货币到信息货币 要深入理解比特币 我们需要先来翻一番货币史 在人们普遍使用纸币之前 黄金是人类的硬通货 虽说黄金天生是货币 但也有些地方不用这个 比如印第安人就用贝壳 某太平洋岛国居民就用石头做货币 在我们眼中贝壳和石头无价值可言 但在那些土著眼中就是宝贝 岛民用石头做交易的方式很奇特 卖者把货物交给买者 买者就抬手一指 说那块石头给你了 卖者就去石头上做个记号 于是买卖就成交了 自始至终 石头原地未动 人类学家威廉亨利弗内斯 William Henry Furness 由于在岛上待过几个月 他讲了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岛上有个老头 人人都说这个老头是本岛最富的人 于是弗内斯就去数他拥有多少石头 可是说来数去 他发现这老头拥有的石头并不多 最多只能算是中产阶级 距离本岛首富还差远了 弗内斯就问大家 这老头石头不多 为何是首富 旁人回答说 说来话长 老头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去其他岛找了块最大的石头 但是他划船将石头搬回来的时候 因为风浪太大 石头掉海里找不到了 但这件事情有好多目击证人可以作证 大家都认为老头的这块石头最大 所以公认老头是首富 弗内斯感觉非常吃惊 他问这块石头都掉海里了 难道还属于老头吗 就算属于他 他还能花掉吗 他问完 岛上的土著反而觉得很奇怪 他们表示 老头的这块石头是很多人都看见过的 绝对没错 他要想花掉也很简单 只要告诉大家石头现在属于谁即可 岛民用石头做货币 但是在老头这件事上 石头已经找不到了 但凭借大家脑海中的记忆 货币竟然还存在 那么岛民脑中的数据 就可以做货币 那么电脑硬盘里的数据 同样也可以作为货币 有人可能会说 现在我们去外面刷卡消费 就是通过电脑数据交换来交易 所以这一点都不新鲜 如果这就是比特币 那毫无创新可言 我必须要指出的是 比特币和我们现在说的货币电子化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央银行是必须的吗 先来看看咱们银行卡里的数字货币 是怎么来的 最初的货币只是黄金 但是黄金用来交易很不方便 于是大家将黄金都放到了中央银行 再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 代替黄金使用 现在大家又发现 用纸币来交易也不方便 于是将纸币放到了银行 再由银行发行信用卡 或借记卡代替纸币使用 这些卡只是载体 它们的本质是服务器上的数据交换 货币一旦从黄金变成纸 那么政府就可以随意印刷 现在货币已经不再是纸 而是电脑里的数据了 因此央行印钱的速度 将前所未有得快 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 总共印了6000亿美元 但千万不要以为 它是印刷出6000亿美元 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服务器上的 0011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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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比特币的革命性创新是 不再有一个中央银行 来负责货币发行 比特币是整个网络 或者说Matrix一起创造出来的 现在的速度是每10分钟 创造出50个新的比特币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眼泉水 水流速度是恒定的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从比特币诞生至今 整个网络一共 创造出了600多万个比特币 但是创造货币的速度 每4年衰减一半 在第二个4年里 每10分钟只有25个新的比特币诞生 以此类推 最后的比特币将于2140年被创造 届时总的比特币将达到2100万个 这是这种货币的供应总量上限 连设计者都无法改变 好在比特币可以被分割到 小数点之后8位 因此作为交易是足够了 你完全可以将比特币类 比成岛民所使用的石头 首先是货币供应 岛民去其他岛挖矿 然后搬运石头回本岛 比特币也有挖矿这个概念 你将自家的电脑 贡献给整个网络做计算 然后整个网络会对你的行为做奖励 新创造出来的比特币 就作为奖励发给你 你将比特币花出去 就像是用QQ传一个文件 给朋友那么简单 但区别就在于这笔交易 是否有效是由旁人决定的 例如那位老头岛民 偷偷跟自己的小情人说 我那块大石头送给你了 但这次交易是无效的 因为没有其他岛民在旁边作证 但如果老头临死前 当着大伙的面说 这块大石头就作为我的遗产 给我的大儿子了 那么这笔交易就是有效的 因为其他岛民都做了见证 你将比特币给你朋友的同时 这笔交易自动沿着网络扩散出去 只有当超过六个随机节点 及别人的电脑确认 这笔交易才有效 岛民能够用记忆中的数据来做交易 那是因为岛太小了 所有人互相之间都认识 而且他们的交易也不频繁 所以用自己的脑子就可以记住 我们现在几十亿人的社会 当然不能用这种交易方式 但正因为有了网络和强大的计算能力 岛民的简单交易反而能够在线了 比特币的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下来 而且是备份在每个人的电脑中 换言之我们每个人的硬盘里 都有整个网络的交易数据备份 我们是在用电脑的强大记忆力和计算力 去做最简单的一件事 即模仿岛民去记住每一笔交易 黑客可以入侵银行的服务器盗取钱财 现在你一定发现 这个系统是需要大量计算能力的 因为每一笔交易都要通知到每一个人进行验证 那么由谁来负责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呢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挖矿吗 你将自家的电脑贡献出来 提供整个网络计算力 于是网络给你奖赏 这笔奖赏就是新的货币供应 挖矿是非常形象化的说法 矿工挖出来的黄金就是新的货币供应 你挖出来的比特币也是 一个名词可能已经在你嘴边了 那就是电子黄金 没错 比特币就相当于是一种电子黄金 目前整个比特币系统的计算力 早就不亚于银行系统的服务器了 和超级计算机相比也毫不逊色 随着新矿工的加入 系统的计算力还在飞速地提升 还有人可能觉得 比特币是另一种形式的QQ币 但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差异 QQ币的发行机构可以发行任意数量的币 没人能够约束它 QQ币的发行机构也可以任意修改使用条款 你对此无能为力 比特币都不存在这些问题 比特币的使用协议 就算是创始人都无法更改 通货紧缩是量币的唯一缺点 说完了优点再来说缺点 由于比特币的特殊属性 它天生就容易造成通货紧缩 经济学上有一个 列币驱逐量币的格雷辛法则 格雷辛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 货币铸造局局长 他发现老百姓 总是将含金量高的货币囤积在手 而将含金量低的货币花出去 货币的一大主要功能就是流通 可是量币正因为制优 反而没人愿意去流通了 最后量币将被驱逐 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列币 比特币由于总量一定 产出率非常低 要到一百年之后 全部的2100万个单位 才会完全创造出来 也没有负责印钞票的中央银行 换言之如果用比特币来交易 肯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比特币跃跃升值的话 谁还会傻到用比特币来交易呢 大家都准备囤积炒卖了 时间一长 不会再有比特币作为交易媒介 于是比特币就被驱逐了 另一大缺点是安全性 前面我们说比特币很难被攻破 但这只是网络层面的 如果你的电脑被人偷了 那你的钱就没了 这就好比 你安装了某款最强大的杀毒软件 可以阻挡所有病毒 恶意软件和黑客入侵 但这无法防止你的电脑被偷 如果电脑没了 你又没做过备份 那这些钱就永远和你白白了 如果电脑丢了 比如掉海里了 那这些钱也永远没了 所以到2140年 总的比特币数量 肯定少于2100万个 因为在使用中会有损耗 但好处是 那些没丢钱的人 手里的货币价值增加了 但这不是比特币的问题 所有货币都怕偷 在今年6月份 世界最大的比特币交易网站 曾经被黑客攻破 但是黑客苦于无法将比特币 全部转到自己账户 于是注册了多个小号码甲 将偷来的比特币 用一个每分的价格 卖给自己的小号 大家就眼睁睁看着比特币价格 从18美元被瞬间打到1美分 但很快交易所临时停牌 将所有交易撤销 回复到出事之前的状态 有人认为这一事件 证明了比特币不可靠 但是假如某黄金交易所被盗 没人会认为黄金不可靠 只会认为这家交易所不可靠 交易重新恢复之后 比特币价格很快就回升了 为什么你也应该拥有比特币 目前比特币只流行于 电脑极客BIT的小圈子里 全世界所有用户全部加起来 也就只有几万人 但总体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深夜零点 在一个废弃的旧仓库里 两伙人碰到了一起 有人低声问了一句 货带来了吗 一个声音回答 带来了 那钱呢 那人拍一拍手里的笔记本 说在这呢 于是两伙人开打笔记本 沿上WiFi 远程登陆自家的服务器 开始比特币转账 到那时候 黑帮可能比任何人 都更关心网络安全问题 如果比特币流行起来 成为一种主流的货币形式 那么一切外汇管制措施 都显得很可笑了 美国政府对他恨之入股 并要求PayPal封了他的账户 很快维基解密宣布 使用比特币账户接受捐款 这下美国政府就傻眼了 因为他再也没办法去封他了 笔者建议每个人 至少应该拥有一个比特币 目前一个比特币价格 也就一百块人民币 就算全部损失也就一顿饭 但假如未来几年里 比特币的用户扩展到几千万 那么平均每个人 连一个币都分不到 那时你有一个币就算是富人了 全世界有68亿人 其中网民数量已经突破了20亿 其中有几千万人使用比特币 这并非是一件难事 到那时候你再想拥有一个比特币 就不是一顿饭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如何获得比特币 首先你的电脑 应该安装了最新版的比特币客户端 打开客户端之后 它会自动将网络上的全部交易信息 数据下载到本地 根据网速的不同这个过程 可能要几个小时 此时你的账户余额是零 你可以让你朋友送一些币给你 但更可行的办法是两个 一是去做矿工挖矿 二是去做商人收购 做矿工就是用自己的电脑生产比特币 在早期的客户端中 还有挖矿这一选项 但现在已经取消了 原因很简单 随着参与挖矿的人数越来越多 自己一个人挖矿 可能要挖上几年才有50个币 所以现在矿工一般都组织成矿工行会 大家一起挖 具体的挖矿方法 大家可以自行去网上搜索 做商人可以用钱去收购矿工挖到的币 也可以搞一个网店卖东西收比特币 更可以去交易所炒币 现在提供比特币兑换服务的网站很多 几乎已经可以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了 如果你实在不懂如何兑换 也可以来找老端帮忙 比特币常见问题回答 2019年2月10日 比特币步道者626次浏览 作者 端红斌 发布时间 2011年7月12日 网络来源 新浪微博 自从老端前几天 发了一篇关于比特币的介绍文章 接下来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朋友来信 来信大多是询问比特币相关问题 由于来信较多没法一一回复 因此将大家关心的问题会总起来 一起解答 问题一 比特币是电子货币 那么QB也是 养者是不是一回事 答 养者完全不同 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第一 QB是腾讯公司控制 他想发行多少都行 没人能够制约他 而比特币的发行速度是恒定的 任何人无法改变 第二 腾讯公司的服务器如果被入侵 那么你的QB就会被更改 但比特币网络节点不可能同时被入侵 第三 比特币目前可以兑换成几乎任何一种货币 但QB还不行 第四 腾讯公司可以任意更改QB规则 但比特币的规则无法改变 问题二 如果天朝准备封锁比特币 那么比特币将一钱不值 答 比特币网络是一种去中心化的P2P网络 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 都拿着东西没辙 P2P的软件有很多 基本上没能被任何机构封杀 之前的海盗湾被封 那是因为它只是个提供下载资源的网站 政府最多只能关闭某个比特币交易网站 而不可能封杀整个网络 目前中国政府基本上都不知道有比特币存在 就算政府准备打压 那必定是比特币有了巨大影响力之后的事情 但因为维基解密网站开始接受比特币捐助 所以美国政府对比特币异常痛恨 恨归恨 它也拿着没办法 问题三 比特币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答 庞氏骗局的特色是 发起人向大家承诺有巨额的回报 比特币没有这种保证 庞氏骗局的结构是金字塔形的 需要不断地发展下线 整个系统才不会倒塌 而比特币结构是分散的网络状 没有上下加的关系 比特币可以实现双赢 早期参与者可以从汇率增值中获利 后期参与者则可享受这种稳定 且广泛使用的点对点货币的好处 问题四 比特币将来会取代各国的货币吗 答 再可以预见的将来 这不会发生 问题五 既然比特币是一种P2P货币 那么会不会出现另一种P2P货币 同他竞争 答 这完全有可能发生 比如同样是P2P下载 就有BT下载 一档P下载以及EMU下载之分 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这说明P2P类型的货币迎来了大发展 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认可 但由于比特币是元老 新货币要想获得同样的认可度 这不是一件意识 要知道货币是否有价值 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对其有无信心 问题六 我有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 我能用来挖矿吗 答 当然可以 但你要想有收获 基本上需要连续挖上一到两年 因为计算能力太低了 问题七 为什么我比特币的收款地址一直在变 答 为了安全性考虑 每一个地址在使用过一次之后 就会有新地址产生 但老的地址仍然有效 问题八 我需要身份证或者护照之类的来注册吗 答 完全不需要 下载就能用 甚至都不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但你要确保这台电脑是你的 问题九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币 可为什么至今没有到账 答 比特币客户端要正常使用 前提示已经下载整个网络的数据包 这可能需要一晚上的时间 但这是一次性的 第二次就不需要重新下载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收款信息 等到六个确认 钱就到账了 问题十 我现在有了几个比特币 问题是我能拿来买东西吗 答 当然可以 但目前支持比特币支付的商家还不是很多 下面这个列表是比特币VP百科上的商家大权 https贸号-gh-cn.bitcoin.ip-vp-贸易 问题十一 保端 你认为我应该投资多少钱在比特币上 答 因人而异 如果你不是特别对此有信心 我不建议你涉足 但我建议你至少应该有一个币 就算全部损失也不会心痛就行了 问题十二 我对挖矿没兴趣 如果我想买一些 我该怎么做 答 数额小的话你去淘宝上就能买到 数额大的话 我建议你去mgox上开个账户 这是最大的比特币交易网 占了全网交易的98% 不像A股那样一周只有5个交易日 每天只有4个小时 这是全天24小时可交易 没有休息日 一天的交易时间24 超过股票一周的交易时间20 手续费是0.3% 以后会恢复到0.65% 问题十三 如果我的电脑中装了或者中毒了 我的钱是不是就没了 答 如果你没有备份 那么很有可能你的钱就没了 具体的备份方式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用WinXP 那么在C帽号反斜杠 Documents and Settings反斜杠 Administrator反斜杠 Application Data反斜杠 Bitcoin下面有一个叫做WalletDat的文件 总共才几百K 把这个文件放到你的U盘里就行了 换一台电脑直接把这个文件拷贝过去 你的账户也就过去了 问题十四 我如何才能将人民币赚取MCOX的美元账户上 答 这总体来说比较麻烦 你可以看老端接下来的攻略指引 转载请著名文章出自老端的观点电子邮件 YWall Duan AT Gmail.com同老端交流 DuanHongbin.com老端的私人 比特币以及虚拟货币 2022年4月1日 比特币步道者292次浏览 作者 魏武辉 时间 2011年8月5日 原文 来源,http冒号-vuvv.blog.techweb.com.cn-archives-335.htmbel 2009年诞生的Bitcoin比特币 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虚拟货币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网络积分 但与我们常见的各种网络货币 比如QB 所不同的是 这个虚拟货币并没有发行者中心节点 比特币使用的是P2P原理 想赚取比特币的人被称为挖矿者 挖矿者利用自己电脑的空余性能 运行某种软件 这个软件运行时间越长 即挂机 主线货币通胀均匀分布于整个网络 由挖矿者的CPU性能决定 并不由某个组织 比如银行或者腾讯垄断 这个规则对于任何一个人 请注意 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故而 没有人或者组织能够超出规则的 增减你的比特币 换一种说法 没有人可以没收你的这份虚拟财产 正如我们熟知的P2P下载没有中央服务器 也很难找到所谓的原文件一样 比特币也没有一个中心节点 比特币系统里没有货币发行者 不过 和P2P越多人下载速度越快不太一样的是 越多人挂机挖矿 你并不会越快赚取比特币 正相反 赚取速度越慢 比特币的机制中 设定了一个上限 2100万货币单位2140年前 当前挂机挖矿的人很多 使得普通电脑挂机 一年一个货币单位都赚不到 这就产生了一种稀缺性 而人类世界 任何东西只要稀缺 就有可能引发交易 投机乃至投资 在6月下旬的一次黑客攻击某 用户账户窃取比特币事件之后 差不多一个比特币等于13美元 比特币是有一些 我所谓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的 他所追求的不受管制 和早期的黑客精神输无二致 网上有评论说道 如果你想给维基解密 那位阿桑奇捐款 由于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 汇款恐怕根本无法到达 阿桑奇的账户上 比如PayPal就冻结了 维基解密的账号 现在有了比特币 这个不受任何组织 国家控制的货币单位 捐款这件事就变得容易很多 更重要的是 比特币显然是对货币阴谋论的产物 充满了对各国央行 控制货币总量的不信任 故而 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说 比特币是科技自由主义者的 一次政治声明 不无道理 在比特币体系里 尚不存在权力燃指的可能 它的算法机制 货币的产生和分配 做在软件里 软件又是开源的 无数双击客的眼睛在盯着它 很少有作弊的可能 上文提到的黑客入侵事件 并不是比特币机制遭到破坏 只是一个存有25000个 比特币S的账户被黑客入侵 并在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上 进行低价 出 受套现 不过 美国的那个研究团队同时也指出 比特币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危险的科技项目和开源项目 因为人们不仅可以用比特币 来做正常的交易 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毒品买卖 理论上讲 如果这个世界的人 都能接受比特币来置换物品 那么 各国的央行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没有权利管理的货币体系 它的后果的确无法预料 但问题在于 它能成为真正的交易货币吗 我们都知道 说到底货币本身不是财富 从使用者角度出发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人民币 为货币的工资 就是因为这种积分 我能换来东西 网上的积分 虚拟货币同样是这个道理 一个不能置换任何东西 哪怕是虚拟的的积分 是没有任何交换 流通价值的 但这种所谓能交换来东西 归根到底是一种信任 我上面那句 因为这种积分 能换来东西 更确切地表达是 因为我相信这种积分 能换来东西 毕竟 我不是人民币 一到手马上去换东西的 今天 在淘宝上 你依然可以用大约 0.8元的价格 购买到一个Q币 理论上 这是非法的 因为这在事实上 构成了Q币和人民币之间的 黑市兑换比率 道理无它 就是因为购买者相信 Q币能换到其他东西 也许只是一把虚拟的网友宝件 比特币能不能换东西 有一些 现在已经有一些 网络服务接受用比特币技甲 包括图书 音乐 软件等 这项充满着技术 乌托邦主义的项目 在极客中很受追捧 但对于普通人而言 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多少价值的比特币 换多少东西 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 比特币自身理想的一个漏洞 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个参照货币 虽然在一个凭空创造出来的 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体系中 比特币可以自我存在 但在现实社会里 人们总免不了会问 一个比特币现在值多少美元 比特币的原始构想 就在于对任何一国 央行货币总量控制的不信任 人们不清楚 这个受政府控制的机构 到底让自己的财富 缩水了多少 货币总量增加导致的贬值 但只要比特币 和某一个币种进行挂钩 事实上 它就无法割裂自身 和某种货币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比特币一个走向 也是万幸的走向 如果各国政府不加干预的话 成为像黄金那样的保值物品 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易工具 今天的比特币应用 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玩具 而且是少数人的玩具 这种科技乌托邦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 我们可以承认理想很美好 动机很纯真 但正如无政府主义最后 要么幻灭 要么变形 比特币这个东西 同样如此 其实 文中提到的那个黑客案子 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该名道歉者 非法侵入一个用户的账号 偷取了一大票比特币 然后以0.01美元的价格套现 30分钟后 交易平台回滚了数据操作 人为地调整了比特币的兑换比率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人为 完全自制 对于人类这种动物 在物质财富极大富于人类 道德情操梦幻般无比提升的 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 是绝无可能的 比特币 一种新型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挑战 2022年1月13日 比特币步道者688次浏览 作者 洪鼠宁 时间 2011年10月7日 来源 信用卡杂志2011年时期 作者洪鼠宁 任职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担任营业管理部 金融票局中心研究发展科科长 曾获得2010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原文发表于中国信用卡杂志 2011年10月 http冒号斜杠-3w.8btc.com 斜杠-1号P等号1243 1.比特币概述 1.什么是比特币比特币 Bitcoin BTC是一种开源的 基于网络的 点对点的匿名电子货币 由中本聪Stoshi Nakamoto 于2008年设计开发 是世界上第一个分布式的匿名数字货币 比特币的发行和支付没有中央控制中心 货币转账是由网络节点进行集体管理 交易各方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比特币是由普通人 而不是由中央银行或政府创造的货币 与普通的电子货币如QB等不同 比特币系统不是单纯的支付系统 而是真正的货币系统 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而非用普通的货币兑换而来 2.如何获取比特币 比特币通过公开的复杂算法生成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软件制造比特币 但需要极高的计算能力 由于比特币特殊的算法 随着参与制造比特币的人越来越多 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在迅速提高 2010年7月 当比特币软件发布V0.300时 一篇报道宣称 能源使用的分析表明 比特币的市场价值 已经超过了产生 他们所需要的能量成本 在2010年12月 对于一台普通的个人电脑来说 制造出50个比特币 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 50个比特币在当时 可以兑换约15美元 另一个获得比特币的方法 就是通过MGOX.com等比特币交易中心 用其他货币来购买 比特币的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 2011年以来比特币迅速升值 截至2011年6月 每个比特币报价已达20美元 比半年前增值了70倍 3.如何消费比特币 目前接受比特币的商家较少 但正在快速增长中 人们可以通过 但不限于以下几个途径使用比特币 1.买网络服务 比如VOIP网络电话服务Link2VOIP 和Lightbox Technology Sync 2.游戏充值 在大型多人在线 角色扮演游戏The Tale in the Desert 4 Facebook的扫雷游戏Minesweeper 匿名博彩游戏TypeO等中使用 3.购买实物 Ebay上排名第13位的书店 Cookomatic Books就接受比特币 4.捐赠给一些接受比特币的机构 如wikimedia.org 2.比特币基本原理 1.节点查找机制 比特币采用点对点的方式进行通信 没有中央服务器 无法直接找到其他的节点进行通信 比特币使用以下三种机制 来解决初次运行时 如何查找其他节点的问题 1.在默认情况下 运行比特币的客户端 加入一个IRC聊天通道 并可以获知 加入该通道的其他客户端的 IP地址和端口 2.该通道的名称和IRC聊天服务器的名称 被写在了比特币软件中 2.一些知名的比特币节点 也被编写在软件中 以防IRC聊天服务器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访问 3.可以手动添加运行 比特币的其他客户端的IP地址 1.一旦连接到某个节点 其发送的信息中 就会包含其他节点的地址 所以到那时便可通过 比特币网络自身 来找到其他比特币节点 而不再需要上述三个机制中 任何一个了 这种机制 确保了比特币网络 无法被政府或其他机构隔离 破坏 保障了比特币系统的可靠性 2.货币供应机制 比特币是通过软件制造出来的 这个过程被称为挖掘 mining 因为这种货币供应机制 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的 供应机制相类似 挖掘软件通过解决 找一个最小的散列值的 特定的数学问题 来创建一个板块 Block 目前一个新的板块 价值50个比特币 而解决这样的问题 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 反复运行散列算法 平均而言 约每10分钟整个网络中 就会出现一个新板块 要制造出比特币 就要争取成为全网络第一个 创造出新板块的人 并将这个新板块 向整个网络公布 网络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检查 看你是否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10分钟内被别人抢先了 前面的计算全部作废 只能重新再创建一个新的板块 因此制造比特币的难度 与一定时间内 全网投入制作工作的 平均运算能力相关 单一个体发现 新板块的可能性 是建立在它的计算能力 与全网计算能力的 综合比较之上的 在比特币网络中 运算难度是自动调节的 在最初的4年里 有1000万个比特币被制造出来 这个数值每4年减半 最终比特币的数额 会趋近于2100万个 这将在2140年左右发生 此时比特币被全部挖掘出来 之后不再增加 3.交易支付机制 比特币的交易需要 而B看到这个签名 就可以了解 的确是A转给了他如数的比特币 A在发起这笔交易的时候 必须把签过名的交易单 广播到比特币网络上 最终会让每个节点 都知道这件事 B从网络上不断收到 别人的确认信息 当他收到足够多的确认信息后 就能确认A的确发出了 这条交易单 这以后 B就可以自由使用这笔比特币了 当B将A转给 他的比特币在转给C时 也会广播给足够多的人 让他们进行担保 每个担保人只有确信 必有足够多的比特币 可以支付的时候才做确认 本质上 比特币网络并没有记录 每一个比特币属于谁 它记录的是一个列表 包含这个比特币 从诞生起到当前的每一笔交易 任何人试图确认一个交易单时 比特币网络都会通过检查 这个列表来确认 转出账号上有没有那么多比特币 3.比特币的主要特点 1.无中央控制 与传统的虚拟货币不同 比特币不受虚拟货币 发行机构的控制 而是由比特币网络 所有节点集体进行管理 传统的虚拟货币 发行机构如发行QB的腾讯公司 受到本国中央银行 和政府虚拟货币管理政策 及法规的约束 但比特币不同 没有任何政府和机构 可以控制比特币的发行和使用 比特币的发行过程 只受算法的控制 除非所有的比特币 网络节点都改变算法 否则比特币将以预定的模式 持续发行 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比特币可以避免 被中央银行的不良决策所影响 彻底杜绝了 因人为因素导致的货币危机 2. 完全匿名 比特币的交易各方 可以通过随意变化的收款地址 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传统的虚拟货币 严重依赖账号系统 必须收集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 来完成交易 而比特币通过公开密钥技术 不再依赖账号系统 交易双方可以随意生成自己的私钥 而交与其对应的公钥告支付款人 即可收到款项 下次在使用时 可以重新生成一对公司要进行交易 这种一次移密的做法 可以做到完全匿名交易 无法跟踪 3. 交易成本低廉 比特币交易是免费的 交易成本极低 只需占用交易人电脑的一点 CPU时间 存储空间和网络带宽而已 比特币交易无需中间人 可以不通过任何金融机构方便的 进行互联网上的汇款 也没有任何第三方 比特币的总供应量是受控的 永远也不会超过2100万个 因此人们不能随意制造更多的比特币 这种限制避免了由于中央银行的不良政策 和人为干扰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5. 易损性 比特币只存储在电脑中 没有任何实体与其对应 一旦存储比特币的电脑硬盘损坏 而没有备份 电脑被盗或者存储比特币的优盘遗失 将永远无法找到那些比特币 4. 比特币的货币属性 比特币是一种新型的货币 不仅仅因为有人接受它 从本质上来说 比特币与传统的货币 特别是经营货币具有完全一致的特点 根据经济学理论 货币具有五大职能 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 铸藏手段和世界货币 而比特币也同样具备这五大职能 1. 价值尺度 比特币的价值体现在 它是通过消耗大量的计算能力和电力制造出来的 在挖掘过程中 消耗的劳动全部转化为比特币的价值 2. 流通手段 现在已经有上百个网站接受比特币 比特币正逐渐成为商品交换的一般媒介物 3. 铸藏手段 货币的铸藏手段 只能及货币退出流通领域 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的职能 货币作为铸藏手段 能够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毫无疑问 比特币具备这一职能 4. 支付手段 由于比特币便利廉价的支付特点 目前 在程序员群体中用比特币换取服务已成为时尚 随着比特币日渐普及 普通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交易 将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比特币 5. 世界货币 比特币基于互联网而存在 它的使用没有国界 也不会受到任何国家和政府的控制 非常适合作为国际间贸易的支付手段 5. 对金融体系的挑战 比特币的出现是对现有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颠覆 比特币比其他电子货币系统更加雄心勃勃 比特币的创始人想要建立一个 完全独立于现行货币体系的虚拟货币制度 比特币在货币意义上完全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 而且还具有贵金属不具备的优势 一是比特币可以任意分割组合 二是比特币携带和保管的成本几乎为零 三是比特币难以伪造 几乎不可能出现假币 四是不易出现损耗 从金融角度而言 比特币的意义绝对非同反响 第一 比特币固定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总量 不可能发生人为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比特币将会一直保持紧缩 以及比特币将会长期升值 第二 由于比特币的交易没有中间机构来管理 而勤迷民信也很难被追踪到终端用户 因此 比特币很可能被用来从事非法交易 如倒卖盗版印刷品 毒品 军货等 第三 比特币交易几乎是实时的且没有手续费 银行等中间机构无法从中获取中间收入 第四 作为一种可能挑战主权货币的币种 它给予民众更多样的选择 在各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滥发货币的时候 民众可以选择通缩货币而抛售主权货币 这种来自市场的有利反馈 可以迅速传达到中央银行 使之重新审视其货币政策 六 相关建议 一 政府和中央银行应证实比特币的存在 主动出击 动用国家巨大的计算能力 一直私人挖掘的动力 将绝大多数比特币集中在国家手中 二 研究成立比特币银行 在比特币交易中推行中间机构 以消除其匿名性 使其可以被监管 三 国际联合发行比特币本位的信用货币 从而促进非主权货币体系的建立 通过这种新型的国际结算货币 来挑战美元霸权地位 使国际金融体系更加和谐 稳定 电子乌托邦 虚拟货币 Bitcoin的生与死 2022年4月3日 比特币步道者513次浏览 作者 冰河 时间 2011年10月16日 来源 大众软件2011年第2712-17页 自从群区的人类形成社会群体开始 财富和阶级就随之出现 但对于财富的分配和流转 却一直是个大问题 即使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也一定会出现你拿了一条前腿 我只拿了一个猪头 不公平的纠纷 虽然那时的领导 有足够的权威来摆平这件事情 不过要衡量一条前腿 和一个猪头孰轻孰重 恐怕也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 货币的出现确实解决了大问题 据说 最早的货币是贝壳 那么分前腿和猪头的时候 肯定就是猪头不够 贝壳来凑 总算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到了最后 干脆大家统一发贝壳 要猪头还是要前腿 去仓库保管员那里去换就行 不用麻烦领导了 领导日理万机 有一大堆爱做的事情要做呢 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说过 被毙这个概念 遐想过一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分配野猪时的热闹景致之后 我们回到野猪 不 是财富的本身上面 财富的分配和流通 自古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还是以分野猪为例 智者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案 从最早的野猪剁碎了均分 到两个猪头换一条猪腿的 以物一物交易 再到以贝壳做中介排队 换猪零碎的等价交换物交易 直至后来的贵金属货币 以及金本位的纸币交易系统 人类的野猪分配和流通过程 越来越复杂 力求公平 却永远不可得 总有人因为猪头猪腿的差异接单而起 王侯将像宁有种呼的 陈胜吴广起义 似乎还没弄清楚原理 只是提出凭什么 你有资格分猪我没有的口号而已 而到了打出君富贵 分田地旗号的王小波 李顺起义 就开始直指封建统治者 瓜分野猪的利己本质 普通劳动人民打回了野猪 却只能分到个猪尾巴猪体子 甚至连猪尾巴都没得分 但从王小波 李顺开始 已经有人想明白了 这不是你分我分的问题 是怎么分的问题 说白了是需要一套分野猪的规则 换成谁去分都要按照这套规则来 这样就不用为了争夺一个 分野猪的资格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 打来打去打了几千年 一头野猪怎么分还是没搞清楚 无论是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为一头野猪 不对 现在是因为分野猪的规则 而引发的血案依旧数不胜数 这种血案温和点表现为经济危机 激烈一点的表现就是战争 各位可以把野猪代换为香料 黄金或者石油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直接回到原始社会赤裸裸的暴力 最强者说了算的环境 不过 人类社会终究是文明社会 总要讲个礼仪廉耻 战争这种极端的分野猪形式 虽然一直未曾中断过 好歹也没有完全废除 已经发展出来的其他分配方法 股票 期货 按揭 花样繁多 野猪的实体消失了 代替的是用以衡养野猪价值的等价交换物 也就是货币 钱 正所谓天下息息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到了这个份上 谁也不会再客气 文明形式规则下的分野猪 照样充满尔与我诈 我能多拿一条猪腿 就绝对不会让给你 比如那个著名的美国老太太 与中国老太太买房子的故事 曾经忽悠了一代人 但自从美国住房刺激贷款 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分野猪规则 本质上还是泡沫的成分居多 弄不好不光自己没有猪腿吃 没房子住 还连带着下一代也遭殃 于是财富分配和流通的问题 竟悄悄地再次成为焦点 有个笑话说1949年以前 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90年之后 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8年之后 已经变成只有中国 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就反映了这个事实 社会主义也好 资本主义也罢 按照我们学习过的政治客理论 不外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在匹配 以及对物质成果的分配规则 东风压倒西风 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或者说社会主义好 还是资本主义好 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中国 在世界上似乎都再次成为了争论的核心 不过 人类之所以是地球上 处于生物链顶端的生物 原因就是人类 不会在已经有的环境 和方法内止步步前 而是会寻求突破解决矛盾 面对东风和西风的问题 有人并不是简单的 从既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找突破 而是将矛头对准了矛盾的原始焦点 钱 这一次的创新尝试 并没有发生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金融系统中 而是发生在了互联网这个正在兴起 从长远来说必定统治世界的平台上 这个尝试就是比特币 Bitcoin 和现有的任何货币不同 比特币没有发行机构 没有国际限制 没有准备金 也没有任何信用担保 这个新玩意所能依赖的就只有用户 是用户生产了它 也是用户发行它 消费它 初始设计者除了赋予这个货币一套 产生的规则 保证安全的算法和货币总量限额之外 基本不会再做更多的干预了 仅仅只会记录货币的交易流向 以防止意外 换句话说 这个货币的流通完全依赖于用户的信任 如果用户认为他一钱不值 他就是一个笑话 但如果用户认为他值得一钱 并让他顺利流转起来的话 这个货币将在无疆界的互联网上自由流动 没有政府和个人能限制它 目前能够制约它的 还是在于这个完全的虚拟经济系统 和现实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 这个相对简单的虚拟金融系统 能否适应现实错综复杂的经济湍流 如果按照设计者的初衷 虚拟货币能够在实际流动中 借助现实不断自我完善的话 那么它将取代真正的货币 至少能先在部分程度上取而代之 并依赖自身优势如无助避税 无会对损失等最终成为 完全的真实应用货币 当然它自身还是虚拟的 不过这有什么区别呢 一张纸币和一段代码 在金融意义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只要社会接受它所代表的意义 但问题是比特币能达到它的目的吗 美元的发行方美国政府 会放任美元统治地位任由其横行吗 各国政府会容忍自己的央行成为摆设 让货币监管失效使得税收丧失 显然没有任何国家能容忍 因此比特币从出现开始就面临多方的压制 但最重要的是 即使如现在一般在地下流转 它能适应现实经济社会的问题吗 能达到它自身的设计初衷吗 重重问号背后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所在 Bitcoin的成型机里的经济学价值 要完全解析这些问题 事实上现在也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做到 无论是交易费用还是通货紧缩 货币所面临的问题 都是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大理论 谁也不会奢望 如此简单就能找到答案 但至少在这个新兴货币崛起或者死亡之前 我们可以尝试寻找一下 这个立足于互联网的新创想 留给现实的意义 虚拟货币探员 还记得这个曾经在国内媒体 热议一时的游戏吗 比特币并不是第一个 让金融管理机构引起警惕的虚拟金融产品 在美国 灵灯实验室Linden Lab的传奇就曾风靡一时 由于灵灯实验室允许用户 将其游戏第二人生中的虚拟货Lindex 在现实中进行买卖 实际搭建起了虚拟货币 与现实货币沟通的桥梁 一个华一女用户 依靠自己的眼光和操作三个月 在其中赚取了上百万美元的故事 不断在中国传播 引来当时无数羡慕的跟风者 虚拟货币的淘金一时间 也成为行业的热点 而在当时中国互联网上 也早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让金融监管机构专门制定了政策 那就是腾讯的QB 中国人民银行 曾于2006年末召开会议 明确发文重申 禁止虚拟货币与人民币的逆向会对 也就是可以用人民币买QB 但不得将QB再兑换为人民币 堵死了虚拟货币 冲击现实货币的通道 此后QB一类的虚拟货币 在互联网上的私下买卖 并没有完全被杜绝 依靠买卖QB的人 致富的人也不是没有 不过国内金融监管机构 对此的严厉态态度很坚决 在国外 灵灯实验室的做法 虽然没有被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禁止 但也进行了严苛的监管 而且随着第二人声游戏的衰落 其内部流通的虚拟货币 对现实货币的冲击 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 因此渐渐不再引人注意 毕竟游戏的用户技术有限 如果第二人声的用户规模 能达到腾讯QQ软件的用户规模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估计早就把灵灯实验室的做法 彻底查尽了 数亿用户的逆向会对冲击 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实在是不可小觑 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所有人都承认 在现实世界遭受各种经济危机的讨厌 货币形势日益恶化的同时 许多虚拟货币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各种交易网站上的交易量越来越大 更多的时候 人们难以分辨现实中的欧元美元人民币 能比游戏中的金币真实多少 至少在中国 QB购买力的强大也有目共睹 甚至曾经有警方用QB作为通缉令的悬赏 虽然逃犯的自首让这笔QB悬赏没有兑现 不过这次应用还是让人看到了 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显而易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讨论虚拟货币 作为未来的在线支付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 国内外的网站多曾推出过虚拟货币形式的物品 以及发当时的互联网用户活跃信 很多中国互联网的老用户 还记得当初各个社区的信用积分和社区币 是如何兴盛一时的 但是因为太容易形成欺诈 加上虚拟货币的可消费领域实在是过少 因此除了QB之外 早期的尝试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存活下来 而QB的成功也给了后来者一些基本的应用启示 如果要发行大规模通用虚拟货币的话 前提是用户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 而且他必须服务于特定的 需要不断消耗的目的 典型例子就是腾讯当时推出的QQ秀 这个应用让太多人整天为了给自己的形象 搭配一身好装扮而花费不菲 时至今日 在线游戏对现实经济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在QB的领域之外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RPG 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复杂的虚拟经济特征 玩家需要为他们游戏中的人物 购买物品和技能修理装备 在国外最红火的第二人生中 美元和Lindex可以通过虚拟环境中的渠道互相兑换 而在国内外宏极一时的某款游戏中 货币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营 其中的虚拟财富无法通过官方渠道 变成现实的虚拟财富 事实上该游戏早已堵死了这条路 在用户协议中宣布所有的数据都属于运营商所有 玩家的财富只能在游戏环境中使用 如果私下兑换为现实世界的货币 可能会遭到包括注销账号在内的严厉惩惩 在国内 今年由巨人网络推出的征途2更进一步 将游戏中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全部交给了用户 自身指出售发行虚拟货币 并取消了人民币商城 进一步加强货币在游戏中的应用 试图让虚拟货币能像真正的货币一样 更好地形成虚拟经济的互动 此举引发很大关注 能形成什么结果目前还难以得知 但无论如何都是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 在虚拟经济和货币问题上 走得最远的一个企业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 巨人网络副总记学风 曾经向本刊记者详细解释了他们的思路 众所周知 没有仔细的监管和调整 系统中的虚拟现金 就会不断累积并引发通货膨胀 这样的问题巨人网络在巨人和征途中都遇到过 在国外 银灯实验室是采取强制措施 控制第二人生中的兑换率 使其相对稳定在265灵灯源兑换1美元 这些措施包括对各种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价和促销 比如上传内容的费用或者发布分类广告 这样就能消除循环中的现金 能用来购买东西的心灵灯源的数量也是能够被调整 在征途二中 由于官方不再提供或者极少提供装备道具的销售 全部转移给用户自身来提供相应服务 对于货币的监控又少了一个渠道 但管理者会严密监控每日的交易量 估算其中的货币流量 在设计之初 官方就准备了一个现金池 这个东西用户不可知 类似于现实中发行货币银行 所需要向央行存入的货币保证金 管理方会根据整个服务器中的货币流通量 和交易活跃程度调整现金池的大小 以控制货币流动的规模 建立减少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的出现 另外用户在交易时 必须额外付出一定的费用 作为流转税和增值税 而且将来对于虚拟经济将会进一步征税 但这些措施具体能否见效 还要看未来的实际运营表现 尽管有谨慎的监管 虚拟世界也不能免于金融欺诈 大规模的盗号和金融欺诈行为 从来都不少见 某些厂商的做法是宣布所有数据 包括那些金币都属于其所有 增强了对争议的最终裁决权 不管这裁决是否公平 用户都必须接受 而发生在第二人生相同的事件 导致灵灯实验室禁止用户支付利息 或者对于投资有任何直接的报酬 除非该用户持有适用政府 注册声明或金融机构章程的证明 而另一部分厂商 则是采用重点监控的办法 对于大规模持有货币的账号严密监控 防止出现恶意囤积和挤兑的现象 无论如何 对于虚拟货币的发行监管 现实的金融管理机构和相关企业 从来都没有调以轻心过 然而面对如此谨慎的监管和防备 比特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一片惊呼 因为比特币在虚拟金融的探索上 走得实在太远了 以至于有人说他压根就是一个电子乌托邦 可怕的电子乌托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比特币的成型机制相当复杂 在现实中 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因提倡废除美联储而出名 他认为美联储可被自动化系统取代 而这一系统可以一种稳定的预定的速率增加货币供应 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消除通货膨胀 以一种更加稳妥的步伐开支和投资 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在现实中没有被采纳 但在虚拟世界中却被实现了 这就是比特币 根据神秘的最初设计者 程序员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设计初衷 比特币是世界上第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不像其他的虚拟货币 例如第二人生中的LindenX 或者魔兽世界中的金币 那样 比特币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或者组织管理的中央结算所发行的 也不与任何现实货币挂钩 尽管它可以用现实中的货币估算 其价值 它可以用来购买现实世界中的物品和服务 而不仅仅是虚拟的财产 然而 比特币是基于点对点的网络运营 提供的诸如Bittorrent一类的文件共享服务 而不依赖中央金融管理局来监管 核对和核准其交易 储存比特币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创建一个电子钱包服务 通过这个服务可以进行所有的交易 当然这就意味着 要相信提供这种服务的供应商 或者歇业不干带走客户的积蓄 用户可以在电脑上创建个人电子钱包 当然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 而不受病毒或者物理性的破坏 所有用比特币进行的交易 都使用公共密钥加密安全进行 这项技术支撑着大量的网上交易 具体的工作原理 是通过设置两个数学上关联的钥匙 这样加密的钥匙就不能用来解密信息 反之亦然 一把私人钥匙由个人单独保留 另一把则是公开的 在比特币交易中 预期接受者的 那把公开钥匙用来加密付款 只有用相关联的私人钥匙才能收到付款 同时付款人可以用自己的私人钥匙 和对任何转入接收人账户的金额 比特币的这种交易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系统的安全性 但是却不能阻止比特币的所有者 两次用同一个比特币支付 只要虚拟一个电子模型就可以 这就相当于现实世界中的造假币 因此在为货币提供交易服务的中心系统中 设计者还通过一个独立的数据库记录 或者清除所有的交易信息 交易中同一个用户试图 用同一笔钱进行第二次支付的时候 没有事先用另一个 交易收回这笔钱可被视为无效而拒绝付款 比特币的起源就是要废除中心系统 但在分散的 错综复杂的网络中追踪交易情况 是非常棘手的 阻止二次支付的唯一办法 就是建立中央系统 但这与比特币的设计初衷相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比特币就需要具有和那种 有唯一的序列号的纸币不同的特性 中本聪的设计思路是 在这个系统中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数字身份的虚拟钞票文件 相反却保存了迄今为止 核对过的所有交易清单 这些交易分为两类 其中一些货币是生成的 另一些则是那些 在双方之间转移的名义上的货币量 在最开始的一次交易中 创建者的电脑可以生成50个单位的货币 下次交易就从创建者的账号中 扣除货币并进入接收人的账户中 这些行为以及其后的任何行为 都是自动地在整个网络上传出 起初 网络很小且交易量很少间隔很远 核对这些交易是很简单的 第一个人要确认新交易的时候 要提供最新的交易记录 以备作为下次交易评判的标准 一旦其他所有人都确认这种候选登记 确实是精准无误的 那么就会被采用 而且新的交易就会生成 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消去旧的交易记录 这样他就可以重复使用同一笔钱 或者想加上一次 新的没有认证的交易 像之前一样要转移同一笔钱 他细违规行为很快就会被发现 提交的记录会被屏蔽 作为无效记录而被拒绝 但是 随着网络用户从几十位扩张到成千上万位 交易量不断增加 每个人都来监察通过网络提交的第一项记录 来查看其是否存在矛盾之处 这种方法很快变得不切实际 最终会导致整个系统彻底崩溃 因此据需要一种方法来确保官方注册 可以实时更新和认证 同时能够防止个人篡改它 中本聪的巧妙的解决方案 牵涉到两个相关的密码技术 哈希算法和破解工作 哈希算法将信息转换为一个数字 称为哈希值或者信息摘要 如果这个数字足够大的话 它将提供一个唯一的原始信息的表述 相同的算法对于不同信息 不能得到相同的哈希值 而且也不可能仅在信息摘要的基础上 重建原始信息 因为即使原始信息有一点小的调整 也不可能预测信息摘要会是什么值 一个微不足道的字母变动 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信息摘要 就这个层次而言 信息摘要似乎是随机生成的 结果哈希算法就成为了计算机科学家 所称为的不可逆的过程 哈希算法把任何输入其中的东西 都转换为介于一和一千之间的数字 因为数据的随机设置 算法每挑出一个十一以下的数值 就需要平均试验一百次 现在假设一些数据以提前给出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数字 需要追加到那些给定数字的后面 从而生成一个 十一以下的哈希值 因为哈希算法是不可逆的 在本质上又是随机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实验 通过结合不同的数字到旧的数据上 通过哈希算法运算整批数据 直到出现需要的结果 然而一旦找到答案 所有人就可以核实问题 是不是确实解决了 而只需要用提交的答案 运算一次哈希算法 这种类型的难题 只能用普速模式匹配算法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叫做破解的原因了 使用比特币所有的新交易 都可以自动在整个网络中 进行并被逐步分析 叫做区块block 除了新的尚未确认的交易 每一个还有最后一个 区块摘要信息的区块 必须得到网络的认定 那个最后的区块 总是来自当前 存在于网络上的区块 最长链的顶端 事实上 这个长链是所有之前区块的总和 一个新的区块通常视为无效 网络上的电脑 必须为此创建一个交易记录 这个交易记录 应该与前一个区块相结合 为防止收到伪造的记录 获得这个记录的网络认同 对个人用户来说费用是很昂贵的 但是对网络整体来讲的话 相对就很便宜了 可以把它编入破解工作任务中 这个任务用无效的区块 和新的事物记录来建立一个 由256个字节组成的信息摘要 例如任何一个介于0和2256的数字 直到系统的算法得到一个 低于当前目标值的哈希值 比如上面例子中的11任务就结束 设定目标值是为了防止网上 有人能够破解 10分钟就可获得一个新的区块 要保持这个速度稳步进行 网络的等级要不断壮大 并且与之相连的电脑电量要不断增多 目标值设定的足够低 从而要创建的直救更加难得到 相反 如果网络数量缩水 那么就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值 当然 直接了当的解明图结也是存在的 如设计者所构想的那样 接受比特币的用户 必须自己管理这个系统 第一个破解任务的用户 将得到50个比特币 在每一个区块中进行的 第一次新的交易 都是无中生有变出50个比特币 当其他的参与者 同意追加新的区块到官方链中 他们会批准新币的产生 当然如果他们想欺骗系统 以便挖到50个以上的新币 他们也会拒绝批准 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 可以巧妙避开这个问题的原因 没有一个核心的质币场 却能够不断增加货币数量 因为区块是按照 恒定的平均速率生成的 一个区块只能制造 固定数量的比特币 总计的货币供应 也是按稳定的不自增加的 就现在来说 平均每一个小时 生成300个比特币 每4年设定的质币速率下降一半 到2013年每一个区块 只能生成25个比特币 2017年就只能生成12.5个 依次类推 到2030年总计数量 就停留在一个平台期 大约2100万比特币 这种想法就像是挖矿 交易验证软件 就叫做比特币矿工 随着最容易接近的资源的耗劫 供应量就渐渐减少 然而不同于现实的资源 这个系统中 不存在那种尚未发现的 隐藏的矿藏 幸运的探探者 能够破坏金钱的供应情况 随着新的高效率的电脑 接入网络 挖矿强度的挑战系数 就会增加 比用来保持区块认证的速率 和新币产生的速率不变 体现在现实中 就是尽管用于挖矿的电脑增加了 但每台电脑单位时间 所能获得的比特币减少 相当于分母的增加 让数字变得更小 理论上 这个系统可以消除通货膨胀 不是零交易费用 但交易费用 也比传统的支付系统少 但尽管有如此多的巧妙设计 以规避问题 世界各地的金融监管机构 依然对比特币 保持着严格压制的态度 去中心化的思路 是监管机构担忧的核心所在 没有了央行和美联储 这样的机构监管 类似于贩毒 洗钱 走私等非法交易 将无法得到遏制 尽管所有密码学家 都表示跟踪比特币交易很困难 但并不是不可能 至少成本不会高于 现在的监管机构 而且任何毒品 或者走私的实体交易 都涉及运送实体物品 给收获人 监管机构可以顺着追查 到处于运输中的包装箱 来遏制非法交易行为 毕竟当涉及到食物交割的时候 用美元 欧元 人民币 黄金或者比特币没有区别 不过比特币对监控机构来说 还有另一个担忧 那就是理论上 比特币不能被冻结 但是 像现金一样 比特币可通过定位 存储他们的电脑而被追踪到 除了监管机构的反对 普通民众也有自己的忧虑 他们害怕被陷入到 比特币的金融陷阱 或者技术骗局中 这些人可以利用优势的技术手段 将比特币软件玩弄于鼓掌之间 类似于传统的黑客 这些担心可以理解 但却存在误解 作为一个公开来源的项目 支撑比特币的电脑代码 的确可被任何人检测修改 然而如果大部分的参与者 不接受这个改变 他们就可以简单地 拒绝下载这个版本的软件 项目的开放性 也能防护恶意的入侵与破坏 随着网络犯罪的兴起 诞生于极客 DIX中的比特币 或许比传统金融机构更加安全 而金融监管和发行机构 则往往是这类攻击的目的 Bitcoin最坚定的拥护者是什么 尽管有诸多技术上的质疑 但谁都无法否认 如今大部分货币结算 都已经实现了电子化 信用卡 电子账户和手机钱包的出现 让现实货币的虚拟流动 需要面对与比特币相同的问题 而比特币的设计初衷 就是为了规避这些问题 唯一不同之处 在于创造的法定货币 都是国家认同的 原则上 国家至少会对其公民负责的 也就是所谓的国家信用 钞票硬币 或者他们的电子形式 都可以按照条例 或者法律保证应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 比特币只是一种社区货币 需要自我管理部分用户 对一些人来说 这只是一个特性 而并非漏洞 不过现实中 大部分人宁愿把这种责任 交给政府机关 除非这种心态改变 不然比特币将无法 能对抗现实货币 综上所述 之所以要说 比特币是电子乌托邦 的确不仅仅是悲观的论调 而是有现实的道理 真假乌托邦 比特币究竟是不是乌托邦 还是需要现实来检验的 但在近两年的现实运行中 比特币的确已经引发 并验证了一些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克鲁格曼 就认为比特币的创新 并没有那么神奇 现实世界已经有了 多种电子支付手段 事实上 常规货币体系 已经大量虚拟化 依靠电子记账 不靠绿色的纸质质币 当然差异是存在的 正如比特币自我宣扬的那样 它并不杀那些现实纸币 比如美元 来固定虚拟货币的价值 而是固定虚拟货币的总额 让其货币价值浮动 也就是事实上 比特币已经创立了 自己的私人金本位世界 其中货币供应是固定的 不受货币印刷量增加的影响 但这场试验并不成功 社会对一个货币体系的要求 是让货币体系实施交易 让整个经济变富 也就是让钱转动起来 而比特币所发生的情况 根本不是这样 更多的人将其作为一桩交易商品 而不是货币使用 仍旧用美元或者欧元 来衡量其价值 并随着价值的波动而囤积比特币 如果一种货币的大部分 都被放在银行里 那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 更不用说这样做 会引发强烈的通货紧缩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一个比特币能买到的东西 越来越多 这使得它更具备价值 结果是人们开始 像囤积黄金一样囤积它 如果比特币总要是固定的 那么市面上流通的比特币 只会越来越少 等它的80%都沉积在硬盘里的时候 估计它退出金融舞台的时间 也就差不多到了 Bitcoin会带来一场经济革命吗 即使不发生囤积行为 按照设计比特币的世界 也将出现持续不断的通货紧缩 原因是货币供应 在其经济系统中达到一个指定的上限 随着使用比特币的人越来越多 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多 每个人手上能持有的比特币 必将越来越少 这也是事实的通货紧缩 而使用电子货币的通货紧缩 和使用纸币的通货紧缩 并无本质不同 目前比特币的设计中 缺乏金融中心机构 处于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纯粹流通状态 最基本的借贷都不允许 当然借硬盘这样的物理借贷 是可以实现的 这也许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也是一个很大的金融问题 比如说有人有了多余的比特币 用不掉能不能存在一个地方获得回报 有人比特币不够 能不能找人借钱 如果是完全P2P匿名的借贷 肯定会有风险 这恐怕就需要中间机构 现实的世界里中间机构 是银行或者高利贷贩子 比特币的设计初衷 就是要干掉银行等系统 好像只留下了 拿着硬盘兜售的高利贷贩子 这不是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状态 这些简单却本质性的问题 都意味着要有人 或者已经设计好的程序 根据现实世界的状况 来做出及时的调整 比如增加货币总量上限 但不管是人 还是程序执行的 其实都是中央银行的功能 中央银行这个机构可以被取消 但它的职能无法被取消 而将中央银行的职能 也进行P2P的分散 让每个用户来实行 自我监管和调整 这就是现实中的乌托邦构想 假如人人都能按照法律言语律己 的确是不会再有设立法院 警察 军队这些机构的必要 人的自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但在目前来看 只有传说中的乌托邦 才具备了这种人间天堂的特征 归根结底 比特币的生死前途已经注定 至少在现有社会和金融体制下 它无法影响现有货币的地位 依旧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产物 但如果现有的社会和金融体制 发生巨大变革呢 比特币会不会获得重生的机会 那将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